男人刚出门约会 儿子就拨打了110 举报自己的亲爹非法同居 不以为他父亲打来电话 真特么倒霉 不知道哪个王八蛋给老子点了 赶紧带钱来赎我 并且把自己藏在王广父家后 门酸菜缸下面的2000块钱暴露 收到钱的余生不仅没办事 还打给警察让他爹好好的深刻买脏 最牛皮的是他爹兴奋的说孩子长大 原来余生出生在檀极色变的黑暗之城 这里没有规则没有法律 每人身上都背负着几条人命 在这个世界到了18岁都会觉醒一种异谋 而觉醒久闻者将是最顶尖的存在 今天正是学校觉醒考核的日子 学生们憧憬着自己能觉醒出很好的天赋 杀妖兽 镇城池 兽万人敬仰 当余生进入考场时 安检门不断滴滴报警 监考老师示意他交出身上的金属物体 余生无奈地将自己的大宝贝 管制刀具大飞镖通通拿了出来 吓得一旁的小情侣直吸冷气 到底是什么人哪有这么多武器 可这还不算完 安检门依旧在滴滴作响 余生尴尬地摸了摸下了 这 可能是我那钢铁般的意志 监考老师信你个鬼 赶紧给老子都拿出来 给你给你都给你 三分之一的大宝贝统统被余生上缴 可当他触碰到测试仪器意外再次发生 久闻两个大自赫然地出现在大屏幕上 在场的师生无不震惊 这可是觉醒天赋最顶尖的存在 余生为了不暴露自己实力说这一气坏了 老师还带嗶嗶的愣在原地说没坏啊 余生却一掌直接将一气震随 现在坏了 监考以余生损坏公务为由 将他带到了校长办公室 光明顶贴了眼余生的资料凝视着余生 你是那个黑暗之城最成出来的 那么如果有一天你六次或者九次觉醒 你最想干些什么事 余生想都没想的脱口而出 为人民服务 这让光明顶惊掉了头发 卧槽 这孩子觉悟这么高真是最成出来的吗 那你之前有为这个理想做过什么吗 我昨天亲手举报了父亲双人运动 这算吗 校长一个头两个大 他妈的得回没被他看见我参加运动会 看着余生离开的背影他不断疑活 如此好的苗子为什么是醉成出来的 而此时的余生家里正在被满身是血 杀手光目 察觉到有人回来 他连忙躲在一旁伺机而动 突然一把匕首直抵他的喉咙 只见余生威胁着说你最好不要动 匕首距离你大动脉很紧 只要我稍微用力你就会死 但是我觉得擦地板很麻烦 杀手被吓得瑟瑟发抖 大哥我只求要不伤人 余生一直要向你自己去拿 这把杀手整不会了 直呼大哥我感觉好多了不用了不用了 同时盯着越来越近的刀尖 你是要杀我吗 醉成外杀人犯法 红毛杀手松了一口气 那这次算我欠你一命 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怀人气 余生想了一下 既然如此那你可以自杀吗 这脑回路彻底把红毛杀手整毛了 大哥我是个杀手 免费帮你杀个人你看行吗 麻烦帮我杀了你 红毛心太崩了 为什么一定要我死啊 因为你闯进我的房间弄脏了地板 如果是在醉成的话 刚进门你就死了 这话让红毛疑乱 直呼不可能 醉成一年只有一个脱罪名额进入都市 你这么年轻绝对不可能 反正多说无意要杀药 寡西听尊便 话说的理直气壮身体 却很诚实的瑟瑟发抖 可等了半天也没觉得疼 他瞥了一眼发问道你怎么不动手啊 醉成外杀人犯法 口口声声说犯法 那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抓着我属于非法拘禁 按照莫格法律规定处三年有期徒刑 这话似乎吓唬了余生 他逼问着红毛多大 在得知17位成年后 他收起了匕首 并告知你可以走了 红毛重获新生连忙向外跑去 可刚迈出门口 一只大手从身后将他再次拖进了屋内 红毛彻底崩溃了 大哥你又要干嘛 余生一本正经的谈着法律 你离开过房间了 所以我并没有限制你的自由 这应该不算非法拘禁吧 红毛目瞪狗呆 这他妈究竟是什么人呢 这个杀手第一次入室盗窃 就迎来了被迫转业 只因他透露这个世界上最智障的人 余生一把将红毛撂倒在地 用于释环绕法将红毛彻底绕懵逼了 我的天哪 这到底是什么奇葩 此时的余生见红毛失血过多 便拿药丢给了杀手 同时嘱咐他记得帮我把地板擦干净 不然我可是会不开心的 这赤果果的威胁红毛哪里还赶上药 连忙当起了宝洁 认真地擦拭着地上的血迹 就在以为他获得新生的时候 余生却淡淡地说忘记告诉你了 我家的药好像过期了 红毛彻底崩溃了 卧槽你怎么现在才说 余生却突然眉头紧皱 按到了声果然 每次红毛的情绪崩塌时 都有一缕缕淡灰色的能量升空 并且没入到他脑海中的画卷 虽然搞不懂是什么 但是每次似乎都有一点蠢蠢欲动 余生凝视着眼前笨拙包扎的杀手 看你这样也没杀过人 你确定你是杀手 看到余生对自己职业的质疑 红毛不乐意 激动地说我只是一时失手了 只要给我时间 我李一涵肯定能成为世界第一杀手 原来世界第一杀手这么菜脸 连我一招都接不下 红毛还在强力挣扎 那是因为我受伤了 余生一脸比一地审视着 确定不是因为打不过吗 随后他不再理会炸毛的李一涵 别忘了继续打扫地板 顺便将垃圾带走 红毛一愣 你的意思是要放我走 余生像看傻逼一样的看着他 除了罪成杀人可是犯法的 与此同时妖族大肆向人类城市进攻 虽然四大阵妖关都有高手作证 但是人族依旧死伤惨重 而这些似乎和余生没有关系一样 他静止地来到了一处杂户 卖货的中年大叔满脸横肉 一看就不像好人 当他见到余生的时候指了指手边的袋 你要的东西在这 人情还完了 从此我们互不向前 余生拿起东西没有丝毫的废话 那就这样回见吧 就在这时刀疤脸猛然站起了身 口中音笑着回见马 未来一段时间怕是都见不到了 当他走出杂货部的瞬间 一个刀疤脸倒在了地上 而这一切余生并没看到 此时的他仔细端向着手里的东西 这是妖族在吞噬人族气血后凝聚而成的妖精 只要被觉醒者吸收将会有很大的提升 他将房门反锁窗帘紧闭 小心翼翼地在门口处拉起一条西线 而西线的另一端则是小型的手弩 只要有人开门进来 这首弩会在第一时间发射 处理完一切后 余生走到房间的一处死小坐下 保证如果有人进来后 不会第一时间发现他的存在 这才握着精湿缓缓闭上双眼 三号学生公然勒索校长 不别报酬别指望我办事 免费的活我可不做 校长懵逼了这小子到底是什么玩意 余生布置完一系列陷阱 然后便席地而坐吸收着妖精 就在这时地上的手机嗡嗡坐下 打电话的是学校的刘青松导师 让余生立即回学校 明天除妖格的人来 对预备役学生进行摸底考试 成绩突出者将会获得更好的资源分配 同时询问着余生 怎么给你父亲打电话打不通 会不会是监狱不允许玩手机呢 导师这才想起来 通话的少年不只是觉醒久闻那么简单 还是个大意灭亲的毒子 一日除妖格来考试的消息传遍了学校 学生们热情高涨的憧憬 对成为人类的顶梁柱 一人击退万腰 随着导师的到来课堂才安静了下来 刚刚接到通知情况有变了 这次省里来的不止有出妖格的人 还有警卫司和预备役 并且更改了考核模式 由每个学校推出五名学生进行淘汰制考试 所有学生都在暗暗祈祷选我选我 哪怕被淘汰了也能在高层面前露个脸 只有余生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导师却在台上一直发愣的余生 校长轻点余生入选 这也造成了同学们的抗议 凭什么不比试就定下来 黑幕一定是黑幕 刘清风大喊肃静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公平 如果觉得不公平 那就用自己的实力打破 没有的话就给我老实的提声别瞎叫唤 随后又拉着余生到了校长办公室 光明顶看到余生一脸的便宜 直直无无的问了句 那个你父亲还好吗 应该还算不错吧 毕竟窝窝头在罪程可是很值钱的 校长是真无语了 这些天他一直在想着余生的问题 并且查了很多资料 让校长奇怪的是余生的父亲 只是一个比较平凡的普通人 没有什么犯罪记录 余生又是在很小的年纪就进了罪程 是余生的父亲这些年 从未想办法取救自己的儿子 就仿佛遗忘了一样 但是有一点他可以肯定 既然是从那个穷凶极恶的罪程走出来 哪怕只是一个人出无害的孩子 也绝对不是一般人 这也是他轻点余生名额的关键所在 他叮嘱着余生这次考核不仅是考核学生 同时也在为学校争名词 你千万别手软放水 余生淡淡的瞄了他一眼 价格是多少 校长一愣 价格什么价格 我们罪程的规矩 托人办事要给钱 为了学校校长一咬牙 好 我出三科一级精识 余生觉得这个价格很满意 便询问了一句不需要杀人吧 校长懵了 大哥我叫你大哥 这只是考核绝对不能杀人 余生松了口气 那就好 罪程以外杀人可是犯法的 大孝子将偷偷约会的父亲举报进警察局 关二代同学扬言一句话就能将你老爹捞出来 余生一脸认真的倒能多关几天吗 关二代同学懵逼了 这确定是亲爹吗 校长以三科临时为代价 毋庸余生为校争光 在考核的大巴车上 几个同校的同学上前搭话 你好余生 我是九三班的赵紫成 他们分别是李凯和杨若馨 我这边有内部消息 这次的考核其实暗中是由默格主导 不过咱们这里人口不多又太偏偏 所以筛选出本地的一些优质人才 在当地建立默格风格 前期由高手坐镇给予资源 等新人培养起来之后再将高手撤走 就算加入默格地位也是很高得了 说到这里他越来越激动 这可是一非冲天的好机会 其他两个学校的牛人我都知道 如果要是对抗的话 我们学校的所有人不可能一起脱颖而出 所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我们推出来一个人做主力争名次 其他三个人辅助主力 这样入选的可能性更大 另外两个人顿时就犯起了花痴 当然是找学长作为主力了 你父亲可是锦务司司长 赵紫成一副风骚的模样 如果我真的成功拿到名额入了默格 那我只需要一句话就能把你们三个带进去 有着锦卫司的背景 再加上他之前所说的一切有理有据 他不信于生对金如默格不心动 于生却淡淡地问了一句 你把是锦务司司长吗 如假包换 兄弟跟我混保证前途无量 我父亲现在正在监狱里 赵紫成拍着胸脯保证 只要不是犯什么大事 我一句话就能让他出来 于生连忙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能多关几天吗 赵紫成直接懵逼了 这得多大仇恨呢 把亲爹送进监狱 此时的于生盯着无语的赵紫成沉思着 是刺激的方式不对吗 为什么他产生的情绪 没有灰色能量散发出来 随着大巴车越开越远 赵紫成一问道 司机师父是不是走错了 怎么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了 呵呵没错呀 临时换位置在城外的老工厂了 有默格的人跟着呢 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谁也没注意到司机嘴角那一丝坏笑 于生却若有所思 很快多个学校的大巴车聚集在一起 于生定睛一看 老师刘清风此时已经等待多时 赵紫成却突然大惊 果然 那个六文天才杜序也来了 他可是他们校里面最强的 于生似乎对了解别人没什么兴趣 转身向着外走去 这时的赵紫成叫住了他 虽然咱们之间没有谈妥 但我希望你还是要小心那个叫杜序 于生到了声械就向着远处走去 这一幕恰巧被大巴车司机看到 他向着反方向走去 与其他两辆车的司机碰面 互相询问着这批学生怎么样 军装司机一脸的鄙 警惕性很低容易 亲信陌生人的话 不过妈也有特殊的 这个小家伙应该有点意思 他为了好好做人举报亲爹非法同居 还口口声声说大义灭亲从我做起 可实际他出生最成手上斩了千人 却低调的像个学生 饶视他极力伪装 也掩盖不住久闻觉醒者的突出身份 于生刚走进考核场 就被经验丰富的老司机盯上 这个小家伙似乎有点意思 或许会给我们带来点不一样 此时另一边的空地上 刘清风坐着考核前的交代 一会儿除妖阁会宣布具体的考核内容 无论内容是什么一定要保持谨慎冷静 只有这样才会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生存 他将目光挑向了呆VB的余生 也不知道这小子能不能来点惊喜 就在这时一辆军车带着轰鸣声呼啸而止 稳稳地停在了众人面前 一鸣嘴叼着烟带着墨镜的猛男从车上走了下来 他环视一周轻蔑地笑了笑 却突然看到了一旁的刘清风 他一块步走到了刘清风面前 卧槽老刘你怎么在这 老子找了你好几年都没找到 刘清风沉默了一瞬才说道 在当辛勤的园丁教学育人 壮汉一脸的惊乐 你开玩笑的 你特么还当老师 直到他看见刘清风右手缺少的小拇指声音才戛然而止 深吸一口烟瓶附了心情 老师也不错 至少比我们这些刀口上填写的过得安逸 随后他将目光一转 那么哪些是你们学校的学生吗 此时赵紫诚几人都要被吓尿了 连和壮汉对视的勇气都没有 只有余生一脸的淡漠 似乎发生什么都与他无关一样 这也勾起了壮汉的兴趣 小子你不怕我吗 你又不吃人我又不犯法 为啥要怕你 这逗得壮汉哈哈大笑 直呼有意思你这个小家伙有意思 随后罗天将自己除妖阁的身份介绍了一遍 并且担任此次考核的决策者 而他这个大块头似乎没有大智慧 一点准备都没做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应该考核什么 这让余生一脸无语 卧槽 要不是罪成以外不让杀人的话 真想杀了这个浪费时间的家伙 感觉到大家的不满罗天黑黑一笑 有了 男人嘛就应该靠拳头说话 那就来场擂台赛 赢得上输的下 余生无所谓 可一旁的女生急坏了 老师那女生该怎么办 这群学生即将参加一场擂台争夺赛 胜出的人将获得出妖阁的亲爱 大部分同学都摩拳擦掌 准备好好表现下自己 只有余生眼神淡漠 因为在他眼中就算是切磋 可能也是要死人的 此时的罗天身后 猛然出现了一道青狼虚异 没心处隐约的 可以看出镶嵌的四颗宝石 只见罗天向上一抬手 青狼脱身而起 围绕着场地绘制出了一个大大的拳 这便是战斗的擂台 被打败的 出圈的都算输 然后随便挑了两只菜鸡进行对打 关系到学院的荣誉 两方学生拳拳到肉 谁也不曾手软 可这小打小闹的 却引来了罗天的嘲笑 没有一点大家的气势 好像两个娘们在互脑一样 最终一中的略胜一筹 将对手干翻在地获取了胜利 罗天笑眯眯的嘲访了一句菜鸡护卓 便将目光放在了余生身上 下一组你们两个上 而此时余生的对手 正是觉醒了六文天赋的杜絮 他一脸看不起的望着余生 小子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不然一会下手太重可 别怪我 余生里都没理他 走到了罗天身边 请问一下 能用武器吗 当然可以了 只要不搞出人命随你的便 围观的学生们一阵唏嘘 真是个蠢蛋 如果不用武器的话 没准还能和杜絮斗上几回合 现在估计赵面就被赶出擂台了 只有赵紫诚兴奋的在一旁立体余生 随着罗天的一声开始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一目出现了 只见余生先发制人 在杜絮还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贴身撞进了他怀里 杜絮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手上的武器却不自然的脱落掉在了地上 随后他只觉得手臂上传来一阵疼痛 就见动脉出鲜血不断向外喷涌 那痛苦的嚎叫声让人不含而立 而此时的余生脸色阴沉 手中不知再何时多了一个刀片 他把男人推倒在地 伸手拔出了倒数第二颗牙齿 放在手中仔细的端下 不是余生有特殊癖好 那是多年杀人养成的习惯 就在刚刚还一脸桀骜不逊的杜絮 仅仅一个照片就被余生放了血 围观的同学纷纷露出了大惊失色 谁也没想到只是切磋笔事里 没想到余生竟然下了死手 可余生在醉成多年养成的习惯 只要拔刀臂见血 此时的杜絮抱着手臂痛苦的大脚 余生一把按在了他脑门子上 手中的刀片像是变系法一样消失 一把匕首顺着袖口落下 被余生稳稳地钻在手中 伸手用力一带将杜絮狠狠地压倒在地上 提起手中的匕首一脸阴沉地准备随时刺下 此时的杜絮哪里还有半点六文觉行者的高傲 瑟瑟发抖地说着只是鄙视 别 别杀我 明显地被吓破了他 健壮的余生直接将匕首刺下 扎到了一旁的空地上 杜絮早已被吓得哭爹喊娘 罗天也是一副欣赏的赞赏的一句 不错不错好小子 可余生下一步动作却让他愣在了原地 只见余生单手硬生生掰开了杜絮的下巴 另一只手伸向杜絮的嘴里不断抛梦着 随后便将一颗带写的牙齿掰了下来 只不过一直表现十分停静的余生 第一次露出了意外的神气 他拿着牙仔细的观察着 嘴里还嘟囔着为什么会没毒呢 难道藏在别的地方了 接着他将杜絮提起 开始翻找一切可以藏东西的地方 可无论如何也没找到想要的东西 一旁的罗天反应了过来 他试探着询问道 你不会是在找毒药吧 余生停下了手头的工作 眉头越皱越深 对啊 很奇怪找不到他藏毒的位置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身上压根没藏毒 余生坚决地否定了这个猜测 绝对不可能 如果被仇家抓住 又没有办法自杀到了 会被折磨得生不如死的 此时倒地的杜絮满脑子 都是余生的想法 对啊 自己为什么不藏毒呢 这样的话 就不会被这个怪人折磨 可以随时自杀了 可紧接着他否定了这个想法 不对啊 我特么活得好好的 为啥要藏毒 为啥要自杀呀 罗天盯着余生审视着 你是从罪成出来的 下手干脆利落 有那牙齿衣领藏毒的习惯 身上总是下意识地带着武器 种种细节都在表示余生来自罪成 余生轻轻点头 再次问出了自己心中的那个疑惑 罪成外的人真的不藏毒吗 罗天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次考核的温氏花朵中 竟然有一朵来自罪成 他将目光移到刘青松身上 老刘你知道他来自罪成了 刘青松缓步走到了罗天的对面 他来自哪里和是不是我的学生有关系吗 按照规矩 不管之前是否罪恶滔天 走出来后将是一个新的人生 除非他在犯杀念 否则只要他一天没犯错 就一直是我的学生 罗天抓了抓蓬松的头发 算了算了老子的敌人是妖不适人 这些和老子也没关系 今天考核就到这把 不过老刘 你那个罪成出来的学生 说不准还真的娘的心 他冲出罪恶之城踏足都市 第一次参加实战考核 就对着对手下了死手 罗天看见一脸杀气的余生顿时一愣 你来自罪成 在得到肯定答复后 他将目光锁定了一旁的刘青峰 似乎怕罗天对余生有动力 刘青峰挡在了余生面前 不管他之前出自哪里 现在都是我的学生 罗天王二一笑 看把你吓得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里面的工厂大得很 你们就睡里面吧 此时没被社会摧残过的花朵 证据在一起讨论着 这脏乱的地方怎么能住人 显然是舒服的生活安逸惯了 只有余生静静地呆坐在角落里 闭目养神 就在这时赵紫诚走到了刘青峰面前 老实我有一件事想不明白 天赋越高不是就代表 未来的成就越高吗 为何除妖阁那位 一直都没有看我们的天赋 他认为自己武文的潜力 在大环境下可能不算太高 但和在场中人比起来 也算是优质了 那些如同孩子般的大道 在觉醒者面前 不过是一个笑话罢 虽然现在实力碾压在场的重点 但真当大家全部觉醒 但孵化后 如果余生所孵化出的 觉醒物效果平平 而他们的杀伤力异常强大 最多半年的时间 余生就会彻底回归于平反 所以他不懂为什么 对他们的天赋不管 刘青峰看着天真的少年 意识与色 随后缓缓开口道 天赋确实是一个人 通往巅峰最重要的因素 但是你们要记住 这个世界上最不缺少的就是天才 人族每年出生的 比死亡的要多出的多 就算万中挑一 千万中挑一 天才依旧比比坚士 但是如果天赋好 就能站在世界巅峰的话 那我们人族早已经平定了妖族 我曾见过自认天赋一柄 高人一等 却阴沟里翻船的 也曾见过出身名校的天之骄子 在妖族大军面前 被吓得瑟瑟发抖 导致伸手易出 所以在这个世界 最不缺的就是天才 在妖族面前 不管是凡人还是天才 如果没有心性和运气的加深 连一口水一个面包都不止 没有一颗勇往无前的决心 没有预示冷静的头脑 没有足够的警惕性 最终不过是一个笑话 刘青峰似乎也觉得 今天说的话严重了 吩咐了一声都先休息了 可赵紫诚却嫌弃太脏了 还是等困了再睡了 这让刘青峰刚压下去的火气 蹭了一下窜了上来 你们在一堆断手断脚中睡过觉了 你们知道每一次睡觉 都有可能再也无法睁眼 是什么感受 还活着还能倒下 不用担心生命的安危 这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了 你看和人家余生好好学习学习 他比你们任何人都要优秀 还不是进来就坐在地上了 余生睁开眼睛也是一愣 我逃干嘛 都看着我干嘛 随后他站起身向外走去 赵紫诚好奇地询问着 余生你这是干嘛去 被你们看得想上厕所 赵紫诚直接一个大写的尴尬 砸在了脸上 而余生却不仅仅上厕所那么简单 他规避了监控的视线盲区 静直地向外走去 这是一只凶猛的狗腰 即将袭击梅觉醒的学生们 可身为教官的老师 不仅不出手帮助 甚至还在一旁 幸灾乐过去 刘青庄对着一群学生 灌起了如鸡汤 而余生却自不自地走出去 可当走出仓库 余生就顿住了走去 向右侧挪了挪 身子身体靠在角落处 而在他的头领 正摆放着一个精巧的倾心监控 利用视野盲区 躲避着监控器的监视 余生不知道这里隐藏着什么 但是他清楚地记得白天查看的情况 整个工厂内只有一处没有监控 或许那里会给他答案 余生停在了那生锈的铁门岸 靠在墙边呼吸声都变得小了起来 他轻推开门观察着里面的动向 里面有三人 此时正在讨论着他的老师刘青峰 刚才这个老师和那些憨批的对话 应该也是镇妖观上下来 是一个合格的老师 待在这里去谈了 余生查看完后便失去了兴趣 转身便按着原路返回 可他自认为的悄无声息 还是被大巴车司机注意到 真是个好玩的小鬼 在余生返回之际 众多学生已经睡了过去 此时的刘青峰却轻声低语 你已经做好奴隆的准备了吗 余生对了顿没有说话 而是走到一处空地上待坐起来 就在这时一阵犬飞声从远处传来 正是白天要求学生对打的教官罗天 他似乎对自己的节度很满意 口中幻笑地说 你们这群温是里的花朵 也该让你们知道 觉醒者应该要面对什么 随后将手中牵着的铁链松开 狗腰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向着厂房急迟而去 罗天默默点了一根烟 小崽子们心可真大 还敢在野外睡觉 学生被狗腰扑倒 老师选择了视之不理 余生却谈起了法律 罗天为了增加学生们的警觉性 放出了一只刚觉醒的狗腰 此时负责监控的两人 已经目瞪狗呆 卧槽搞什么 这鬼地方怎么会有狗腰 一定是罗天那傻学搞的狗 转身对着后面的大巴车司机吼到 老大快醒醒出事了 大巴司机一脸的乌鱼 你们慌个毛线 一只小腰能出完出什么乱子 再说不是还有罗云背锅吗 你们看不见这狗腰的脖子上 有锁腰圈禁锢过的痕迹吗 而且哪一位人族功勋的成长 不伴随着鲜血 难道在教室里读书 就能读出一个天下太平吗 可其中一人却是大怒 这要是真出事可别拖累我们 这是在拿生命做儿戏 这责任我们可负不起 慈禧的嘴角带着一抹 鸡讽晃晃悠悠的坐了起来 脱掉了外套露出里面 那有些暗红色的衬衫 而在衬衫右侧胳膊的位置 贴着一枚弓勋章 看着这勋章两人 从暴露瞬间变成了尊敬 其实活动活动也不错的 也让我们看看 看看这些小崽子们有多少精良 与此同时狗腰突然暴躁了起来 他对着手无处机之力的学生们疯狂哭咬 眼见要沦为狗嘴中的食物 顾虚一棒子削在了狗头上 他挡在同学面前 别怕我来保护你 对面狗腰仿佛受到了侮辱一般 火气蹭蹭地往上望 对着装腔做事的渡许就啃了过来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赵紫诚一飞脚踹在了狗头上 大家齐心协力团结起来 一定可以解决掉这妖兽 看着赵紫诚那呆嗲嗲的模样 大巴车司机顿时觉得有意思了起来 这俩小子有点骨气 但是就是蠢了点 不知道狗腰最硬的就是头吗 不过这骨子愣劲不错值得培养 说着挠了挠头上的光明顶 不过我最期待的还是那个叫余生的小家伙 听到司机这么说 另外两名工作人员寻找着余生的身影 可是将监控看了都便也不见余生在哪 就在这时大巴车司机却说不用找了 说着他打开了房门 只见余生正站在门口愣愣地盯着他 呵呵起来坐坐 此时另外两人已经经得张大了嘴巴 你是怎么发现我们这里的 因为你们那模糊杂乱的脚印 询问的人顿时大惊 只是几个脚印就能追踪到着 难道最成的人都这么变态吗 同时他疑惑地问着 你为什么不去帮助自己的同学呢 因为你们在 所以他们不会死 这时的大巴车司机有点不太开心 我们不会出手的 如果你也不救他们 那么他们可能会死在狗嘴下 余生仿佛认准了一样 那只狗腰很弱 你不出手他们一样不会死 大巴车司机恼羞成怒的刀 那如果狗腰的实力突然增强了呢 他没有那个能力 那老子帮他增强行不行 余生突然睁眼瞪着他 你这算间接杀人 情节严重的话属于谋杀 按照莫格刑法第75条 除以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是死刑 你难道活够了吗 老师用狗训练学生 同学都在恶狗的淫威下负伤挂财 只有一个人偷偷溜出了工厂 摸到了偏远的房间 兼顾室的众人 怎么也找不到余生的踪影 就在这时余生推门而入 看他幽灾的样子气坏了大巴车司机 你的同学生命正在遭受到威胁 你为什么不去帮助他们而是出现在这 面对他的质疑 余生只是呵呵一笑 按照法律你这种行为属于谋杀 是要处于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死刑的 所以你不敢对他们造成伤害 此时的司机一脸懵逼 聊得好好的 怎么我就被判死刑了 明明我是想教导他团结友爱 怎么反而自己变成罪人了 随后他缓了一口气 那如果现在我就是要杀了他们 你会不会出手相救 余生给了他肯定的回答 又一次摇头的说不救 这游言不尽的反应让司机火冒三丈 他们可是你同一批的同学 难道要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一个个倒在你面前 被恶狗啃尸死去吗 他的神情欲发冰冷 原本对余生的欣赏正在逐渐消失 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哪怕在优秀对人族也没有异处 面对他的质疑 余生依旧没有什么情绪波动 余生越说眼睛越亮 仿佛大巴司机就是摇权术一样 此时的司机已经说不出 自己此时的内心究竟是带着何种情绪 他周身弥漫着杀意盯着余生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会连你一起杀了 这样就没人知道这件事了 余生无所谓的总了总监 我打不过 但是同样的你也杀不掉我 与此同时的山坡上 几名信仰神明的邪教分子 正注视着工厂内发生的一切 他们有商界精英有饭店大厨 甚至还有衣衫蓝绿的乞丐 他们与妖族私通 利用各种身份隐藏在人族导式 而工厂内正是整个墨北内资质最好的学生 也是他们此次伏击的目标 按照计划半小时后将对这群学生进行围剿 此时墨格分阁副阁主接到了一通电话 大概的内容是借得到 十分钟后会有一个车队城北路城城南出城 希望墨格的守卫不要为难他们 林阁主知道这群邪教之人破坏人族安宁 便言辞拒绝 可他却以12名学生的性命威胁 如果不同意他们将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被逼无奈的林阁主 只好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但是如果学生们出了什么事 未来半年内 整个江北省都将对你们邪教疯狂扫了 与此同时余生正在与司机对峙着 此时的司机心里一万只草 尼玛奔腾而过 这小子怎么会对法律了解得这么清楚 他为了两千块钱 举到金爹非法同居 如今狗要入金考场 同学的生命受到威胁 他却走到监控室拷贝起了监控 此时的大巴车司机还在想着 如果自己这么了解法律 可能现在都特么发家之福了 当余生询问他能不能把录像拷贝一份的时候 大巴车司机愣住了 心想的这小子又有什么鬼点子 只见余生很认真的说 考核期间并不知晓考核答案 所以狗腰的入场会被判定是真的遭受到了危险 而舍命救下队友是可以获得奖金的 12个人共计36万 司机显然还没有彻底反映过来余生的迷之操作 愣了两秒后喊道 你这是作弊 公然敲诈默格公款 胆大包天 这对其他学生们公平吗 自私自利的家伙 我一定会向默格如是禀报 坚决打击你这种不正之风 肃清像你这样的蛀虫 司机说得慷慨激昂 监控室的另外两人都不禁竖起了大拇指 如此动良之才不愧是获得过勋章的人 可余生的下句话直接让他们破防了 分你一半 原本严肃的司机突然换上一副笑脸 好嘞好嘞您走好 这边我来解决 另外两人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脸变得比翻书还快 工厂内的杜旭和赵紫诚 已经被狗妖逼到了墙角 他们现在满脑子的想法都是余生英明 走到哪都带着刀 赵紫诚更是夸下海口 只要这个跌回来 我张嘴就叫他爸爸 话音刚落就听见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传来 杜旭和赵紫诚顿时一惊 卧槽这个男人是卡着BGM出场的吗 只见余生出现在了狗妖身后 赵紫诚爸爸两个字脱口而出 搞得余生一脸尴尬 儿子这不太合适吧 赵紫诚都气哭了 损 太损了 刚才不出现在一提叫爸爸就出来 你死哪去了你 余生尴尬的挠了挠头 我就是去个厕所呀 可这片小孩的伎俩当时就被赵紫诚拆穿了 撒谎 你那尿声还能比狗叫声大吗 余生一脸的尴尬 见笑了我不太会撒谎 杜旭两人都懵逼了 这大哥是来搞笑的吗 余生无视了狗妖 静止的从他身边走过 狗妖都是一愣 卧槽我不要面子的吗 杜旭和赵紫诚更是直接吓傻了 你看见了没 他就这么无视狗妖的走了过来 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点发虚 感觉和狗妖在一起反而更有安全感了 余生像盯着猎物一样盯着他们 那个能不能麻烦你们重伤一下 朋友被狗咬 熊孩子非但不出手相救 还希望狗在胸点最好将他们咬成重伤 这无理的要求狗妖都懵逼了 杜旭发誓他脑袋都是晕的 如果不是对面还有一只狗妖 并且十分确信自己打不过余生的话 恐怕早就揪住余生的衣领咆哮着问他 你是不是有病 余生眼神挑了嫖一旁的监控 赵紫诚瞬瞬瞬 猛地倒在地上 身体痛苦到颤抖 好疼 我好疼啊 看到赵紫诚配合 余生又将目光盯上了一旁呆嗶嗶的陆续身上 最终杜旭扮下阵来眼中带着一幕无奈 十分敷衍地哀忧了几声 然后躺在地上滚了十八滚 撞在墙上不断哀忧着 浮夸的演技影帝都得尊称一声影帝 余生满意的点点头将目光瞟向了头上的监控 紧接着深情肃穆地盯着身边的狗腰 一本正经的喊着 竟然有如此凶残的妖兽 其我同胞 如果不是我及时赶来 恐怕这足足十二条人命都会葬送在你的手中 我被年轻人在莫格的带领下 应当一往无前誓死捍卫额山 以人足为己任 狗腰听着余生的演讲彻领路 老子在狗窝都没听这么多客 你在这叽叽喳喳的什么玩意 监控式的大巴车司机一脸的欣赏 甚至还带着点虚心学习的驾驶 看得津津有味 说得多好 莫格那边看到不得分分钟感动地拿钱出来 就是像念克文一样没啥感情 不过应该问题不大 早知道控制住狗腰 多给这小子点发挥空间好了 第一次合作就翻车 这小家伙会不会看不上我以后不和我合作了 就在这时另一人突然指着监控 但还在神游的大巴车司机快看 只见余生骑在狗腰身上猛锤 口中还一阵言辞地喊着保护同胞人人永泽 我并不认为这是建议勇为 而是在莫格的教导下 职责告诉我李因这么做 莫格信仰永存 人类心火不断 司机彻底愣住了 直呼卧槽还能这么晚吗 工厂内的余生还在身情并茂地演绎着 如此凶残的妖兽欺我同胞 如果不是我及时赶来恐怕早已隐恨西北 司机现在已经快疯了 这祖宗当拍电影了吗 大哥过了 演过了 他连忙控制监控疯狂点头 示意余生可以了 别演了 而此时奄奄一息的狗腰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一生 否得妖化 人生幸事 好几万千出门觅食 陆玉衣狠人被释放 再次激起壮志密食 又玉衣狠人 足 赵紫诚等人从地上坐了起来 这是结束了吗 不去心理阴影面积派的一万字包 太变态了 就在这时大门突然被推开 一个穿着破破烂烂的乞丐大喊着雨神从起 你们这群熊孩子为神献上新的灵魂吧 赵紫诚大惊 卧槽又来一个 邪教砸碎入京学院 同学们都以为死定了 只有余生在一旁盘算着他值多少钱 解决了狗腰后 学生们都松了一口气 同时都用怪异的眼光看着余生 生怕他再来一段医症严刺的发风球 就在这时大门康的一声被踹开 本来就受惊的同学们背下的尿污是都湿透了 只见一个衣着破烂的乞丐大喊着雨神同行 同时发动自己的觉醒物 你们这群熊孩子都给老子去献祭真神吧 一些胆子小的学生早已吓破的 竟然是一次觉醒者 邪教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 赵紫诚更是神不刀 听说邪教都是杀人不眨眼的 都去颤抖到大衣服都来了 哆哆嗦嗦的开口 这不会也是考核内容吧 赵紫诚也不敢确定了 但是他知道这一次觉醒者 可比刚死的狗腰力还多 看来目前我们只能依靠某人了 话音刚落大家整齐话一的齐齐 看向一旁的吃瓜群众余生 余生还猛逼的不知道咋回事 赵紫诚他们已经有样学样的 倒在地上还好起来 不过浮夸的演技 就连余生都看出来太假了 赵紫诚还不忘对着余生眨眨眼 看到我们是不是很懂事 余生看着倒地的众人意识 没反应过来 只是自己淡淡的说了句 醉成外杀人是犯法 可邪教乞丐却不给他反应的机会 拎着自己的觉醒物要放完 就冲了上来 口中还兴奋的喊着 恭喜你成为第一位幸运观众 可他粗暴的攻击 在余生眼里就是小额 只是后退了一步 就预判了乞丐的预判 老乞丐被余生戏耍一下 当即就怒了 小子身手不错 神肯定会喜欢 可当他装完逼抬头 却发现余生早已不知所踪 此时的余生将自己 融于黑暗中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 并且正好卡在乞丐的视线盲区 手中出现一把公墓 对着乞丐太阳穴的位置 但略带着无奈又收了回去 杀人为什么会犯法 真是一个不合理的规则 老乞丐也觉得余生不太好考 他将目标投向了一旁倒地的其他人 相信神也会喜欢你们 接着又念出他那两毛五的开场外 与神同行 神灰永不 就在这时余生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手持着刀片刚要从乞丐身后割口 却突然停手 口中嘟闹一句不行 醉成外不能杀人 刀片只是划破了乞丐拿绝醒悟的时候 乞丐吃痛的哀嚎了一声 不过他的战斗意识强悍 当即催动的大破碗贴着余生而去 余生奋力向后一闪 口中咆哮着 什么破把链 为什么不让杀人 刘清风在一旁却突然喊了一声 余生 邪教中人可杀 一级觉醒者奖金十万 余生瞬间眼神明亮 老是不教课 而是让学生看尸体 谁离得越近谁分数越高 邪教杂罪突然闯入到学生的口额区 大家非常整齐地装伤倒地 只留下余生单刀附回 可罪成外不能杀人 却限制了余生的发挥 每次想要通下杀手的时候都被束缚 只能无奈地来回躲避 想办法将乞丐控制住 眼见着余生节节败退 刘清风注视着这一幕似是想通了什么 余生邪教中人可杀 这声音传去余生却依然闷着头一言不发 就缠斗在乞丐的身侧 刘清风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杀邪教的人不犯了 一级觉醒奖金十万 几乎是他话音落下的一瞬间 原本看起来还十分别扭的余生动作 突然淋漓起来 借着乞丐抡破碗的空荡 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同一时间另一只手拿出刀片 在乞丐的脖子上轻轻一抹 此时的乞丐有些茫然 眼中的疯狂也逐渐退去 归复了些许的日识 带着恐惧痛苦地捂住了自己的脖子 他拼命地想要呼吸 却再也没有机会 最终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 此时回过神的同学纷纷大惊 死 死人了 不是考核吗 怎么会把人杀了 都离得余生远远的 好像下一秒余生就要抱起杀了他们一样 这个余生也太残忍了 可余生似乎早已经习惯了这种场面 他将目光转向刘清风 你说的政策 我为什么在默格的法律上没看到 刘清风解释着 只有成为真正的觉醒者 才能够接触到的条例 你现在是学生 所以属于普通人 此时的杜序已经吓傻了 他无法接受眼前的尸体 哆嗦地说着余生 这好歹也是一条生命 你说杀就杀了 还不带余生说话 刘清风就怒瞪着他 接着又环视了一周胆小卢数的学生 你们是第一次见死人吧 是不是觉得余生太残忍了 为什么一定要痛下杀手 那如果没有余生拦着斗了 你们想过结果吗 我来告诉你们 死的就是你们 现在每个人都给我做到尸体袍 看他的伤口他的眼睛 看到能战胜心底的恐惧为止 赵紫诚第一个冲了出来 口中为自己打着气 老子不怕 我爹是警卫司司长 死人算得了什么 有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 大家陆续的走到了乞丐尸体袍 对此的余生全程无感 和罪成的杀戮比起来 一个乞丐又算得了什么 他从五岁开始提到杀人 死在他手里的没有一万也五千 在他的眼里有威胁的人都应该死 可如今击杀了邪教暴徒 同学们反而嫌弃余生太过残忍 这让一旁的刘清风看不下去 如果余生不出手死的就是你们 并且处罚胆小的学生们盯着尸体看 如果没有勇气的话就不要在学校了 或许当个普通人更适合你们 随后刘清风又叫了余生单独出去 他仔细观察过余生 老练的手法睿智的眼神 这一切都表明了余生杀过人 不过刘清风好奇的是 你第一次杀人是什么时候 余生略带迟疑的想了想 应该是六岁或者五岁 时间过得太久已经记不清了 不过我是在罪成杀的人 不犯法 他生怕刘清风一个举报电话打给警卫司 赶忙强调了一句 刘清风刚刚酝酿的情绪 以及心中勾勒出的签字小作文 突然就被余生这一下打得吸嘴 他重新构思了一下 五岁杀人 而且杀的还是罪成的人 如果罪成真相余生无意间 所透露出的那些信息版 里面绝对全是很角色 刘清风看向余生那认真 且肃穆的神情眼神有些复杂 下意识地想给自己点一根烟 你是我这些年里遇到最优秀的 只要你的觉醒物没有问题 你很快就会脱颖而出 成为一代天教 而且是能活下去的那种 对于你的不王我不做点评 但是作为一名人族的教师 我希望你善良 永远不要把你手中的武器 对准人族好了 甚至如果在不会伤及自己的情况下 尽量去救一些人 就当是为了镇腰关上那些 为了人族赴死因 余生平静地看着自己 这不过认识几个月的老师 似乎给他带来了某种不一样的感觉 他轻轻地低语着我会尝试的 刘清风虽然没得到想要的答案 但是好像也不错 最起码这个孤僻的少年 会对自己的话有些想法 但就在这时 余生突然说了句 我今天还是算电应违的 说着他对着刘清风调侃了起来 不过这小子的考核奖励可别多 不然他好像会生气 如果他认为你贪污了他的财产的话 嘿嘿 刘清风顿时觉得毛补损人 这是还真特娘的得抓紧点 不然这狠人几年后起来了 搞不好真收拾死我 此时的余生来到了监控室 大巴车司机热情地迎了上去 那副模样像极了八戒的小狗 余小哥来了快进来 事情哥们都办妥了 其实这次你等于救了他们两次 我回去可以把录像分开解 咱们捞双算 可余生却言辞拒绝了他 雇主就是要我保护他们 分开要钱就是不守规矩 这种人往往死得很快 司机没想到余生还挺市场 那以后再有什么合作就叫老哥一声 谁阻挡咱哥们发财 都给他们捞死了 余生一脸阴沉地盯着他 我说过杀人是犯法的 如果你有杀人的想法 我可是会向墨哥举报你 司机尴尬地挠了挠头 表示自己在和你下决心了 余生却不这么想 看来以后要考虑换个人合作 顿时喜笑眼开 而在回去的车上 赵紫诚突然捅了捅身旁的余生 你那件事我回去就帮你办 余生这么正义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但很快眼睛就亮了 郑重地拍了拍赵紫诚的肩膀 你以后就是我的好兄弟 听着这声好兄弟 赵紫诚激动得都快哭了 自己终于被认同了吗 而且这认同感来得也太快太突然了 就在这时余生的另一侧也被拍了拍 只见杜旭生的脑袋探了出来 我想和你混 你叫我杀人好不好 余生都懵逼了 你们这些人的杀心好强啊 为啥都想着杀人呢 杀人可是犯法的 同时他心里想着 是不是醉成的人更有善意 短短几天认识的人 好几个和他聊杀人的事 杜旭一时也有些懵圈 我这人嘴比较笨 我的意思是我想变强 像你一样的那种 余生想了想自己在漫民小弟那看到的浪花 与众心长地说道 你变兔了就变强了 大巴车回到了学校 司机连忙小跑向余生 KK余小哥 你看咱们休息的也差不多 是不是应该去换赏钱了 余生看了他一眼无语道 比我还急 才当下车呀 司机配笑着那名先歇着 说着就寸步不离的随余生来到了校长室 校长距离考核结果还没出来 具体的名次也还不确定为由 推迟着余生的报酬 可余生可不是惯孩子的家长 他转头看向了大巴车司机 你觉得我低几名好吧 你必须是第一 好了现在我第一了 校长却一脸懵逼 你肯定在逗我 什么玩意就第一了 你当上嘴唇碰下嘴唇就出个低啊 而且这人谁啊 也不是啥大人物 这次考核好像是他说了算 校长顿时一个360度大转变 伸手抓着司机的手向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哎呀哎呀 原来是省里来的领导啊 真是世境世境 你看看省里来的就是年轻有为 长得还这么帅气呢 你说哪像我们这小地方 说着校长脸上带着一抹恰到好处的伤感 轻轻叹了口气 没钱没资源 只能看着一位位天之骄子 就这么因为资源溃法而露入无为 作为校长的我从心疾首了 同时吩咐着一旁的孙主任 赶紧给领导上茶 然后让食堂做上一桌好菜 今日我要和省里下来的这位领导 畅谈心非痛以疑反 相信领导也会看到我们的不容易给我们拨款 说着他问了一句 不知道领导具体在哪个部门高就 司机被马屁拍得正凝乎 脱口而出地说预备一 校长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 抓着他的手也默默松开 而且还抢过了刚到的热水 原来是预备一啊 之前的话算我没说 这个光明鼎绝对是最顶级的批约高手 他一顿忽悠直接将大巴车司机捧挑 当得知司机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后 立即来了的180度大转变 预备异的怎么不早说 还以为是大领导来了呢 余生可不吃他这一套 直接伸手就讨要自己的报酬 答应给我的东西是不是该给我了 校长还想推托一下 在这个世界哪怕是最低等级的妖精 也是价值昂贵的 一次给余生三颗他也有点舍不得 可余生直愣愣地盯得他发虚 在校长的咆哮中走出了校长室 随后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打电话的是赵紫诚 只见他见兮兮地说 余哥你家老爷子可真是个狠角色啊 我今天去看他的时候 发现他都没在牢房里关着 而是给几个警察姐姐看手相了 这待遇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不过我多聪明啊 在我的运作下 咱叔已经成功变成了为所妇女罪 最起码一年内他是别变弃着出来 而且我特意嘱咐给咱叔叔换了一个独立包件 保证一个女性都接触不到 余生听完这话顿时眼睛一亮 好兄弟一辈子的那种 此时的余生心情格外舒畅 他和司机来到了省城的墨格分部 大巴车司机一脸的傲娇 咋样气派不 这么大的牌面 你要不要拍照留影啥的 可余生似乎发现了有点不太对劲 本来热情洋溢的窗口之约 再看到大巴车司机进来后顿时一惊 他慌忙地拿起了电话 黄疯子又来了 这要犯的咋没完没了 司机没走到一处空柜台 就有一个暂停服务的牌子立在上面 这让一些办业屋的人也蒙圈了 干什么呢这是 办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关闭了 大巴车司机尴尬地站在原地 他在墨城分部的名声可不太好 招摇撞骗的惯犯了 这些工作人员早就对他十分防范 而余生则是默默地转过身 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看着他 仿佛什么都没说 又仿佛什么都说了 或许自己来的话有三分之一可能性 取走建议有为的赏金 带上这家伙 估计是彻底悬了 话多的人都不靠谱 罪称果然没有骗自己 这绝对是余生被坑的最惨的一次 本以为建议有为可以在墨阁换点赏金 可没想到大巴车司机是个该溜子 在墨阁分部臭名远扬 凡是他去的窗口都挂上了暂停营业的标识 余生又一次觉得看走眼了 就在这时一个翘生生的小姑娘 焦急地跑了进来 姐姐麻烦问一下现在能办理业务吗 我们老大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了重伤 现在正躺在医院里呢 我们想要领奖金救我们老大 工作人员一听顿时将暂停的牌子收了起来 小妹妹你先别急 先把具体什么情况说说 此时的马尾变少女哭得暴雨离花 我听说与邪教战斗 然后救了人就能换赏金 如果如果我们老大死了 我们也不活了 他可是为了人族战斗的呀 你们不能不管他 工作人员急忙安抚他的情绪 你别急 我立马帮你核对下这条政策 不疑会他便找到了政策 不过你也没有证据证明你们老大负伤的过程了 毕竟谁会在战斗的时候录视频啊 就在这时一个U盘被推了进来 工作人员一时有些蒙圈 还真有 他在电脑上查看过程 视频中出现三名男子 他们口中喊得慷慨激昂 对着一个西装男冲了上去 几人电光火石般交手 在一阵爆炸声后 三人互相搀扶着走了出来 就在这时马尾变少女再次上演了眼泪大了 小姐姐求求你了 再拖下去队长会死的 那文员陷入纠结中 过了许久才咬了咬牙 我没这个权限 你等等我这就去找领导 说完他就转身向着里面跑去 全城观看的大巴车司机都压麻呆住了 这也可以吗 安心这疯婆娘也太有想法了 而余生则是悠悠地看着他 仿佛是在说干着一样的买卖 为什么人家的包装如此精良 你这边却这么不专业 司机似乎受不了余生那藐视的眼光 他伸手抓乱了自己的头发 整个人也变得苦细细起来 亮枪着跑向柜台 四十多岁的人了还硬挤出来点眼泪 姐姐救救我吧 我这也有一份资料 我们老大马上也要死了 特别可怜真的 胳膊腿都打没了 就剩下的脑袋在那晃悠了 如果你不给我屁条子 就是谋杀白春成玉被一手将 那可是重罪的 他拍着柜台情绪看起来十分激动 甚至还疯狂地拿眼神去 使一余生给他打个配合 今天必须把这钱要下来 可余生却沉默地盯在他身后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身后这位应该就是你口中的老大吧 司机顿时被吓得大毛 论一个有脑子队友的重要性 别人都是视频剪辑家BGM炫苦的嘎嘎乱杀 而余生这边连上前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就被司机这个该溜子搞砸了 他浮夸的表演让余生都带入目击 真是太拼了 不过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身后的那位应该就是你口中的老大吧 大巴车司机顿时冷汗直流 不过他反应那是相当的快了 强颜欢笑着 我老大威武霸气 全身上下都是胆 更是食不杀一妖千里不流行 怎么会死在区区妖物手里呢 工作人员顿时恼羞成怒 你当我这是偏吃偏喝的慈善机构了 真是神经大条了听你胡扯这么久 下一位 这是司机身后的人说话了 照你刚刚这么说的话 我是不是已经只剩下一个脑袋顽强的活着了 司机艰难的回过了头 那个 好巧啊老大 你也在这样 眼看着自己老大的表情越发冰冷 甚至颇有些蠢蠢欲动的样子 司机果断解释 老大你听我跟你讲辩 他一把拉住自己老大的粗壮的胳膊向一边拽去 结果没拉动 他只能跳起来在老大旁快速地说了几句 上一秒还十分威严的老大 下一秒目光就落在了安静的余生身上 那如灯泡般的双眼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真的这么牛逼吗 看到司机如此肯定地点头 老大看余生的眼神都变了 卧槽 没想到这特势的大惊重 他缓步走向余生 你好我是陈以默 接着拍了拍余生的肩膀 余老弟哥就不多说什么了 以后在白春承受了什么委屈的话 直接和哥说 老子直接派一个赢的兵干他奶奶的 余生身体向外引我 我不喜欢打架 我只是喜欢赚点外快 陈以默胸扶拍的当当作响 放心 看哥哥的 今天这钱老子要是取不出来我跟你信 和司机一样的语气一样的动作 余生一时间愈发沉默 自己好像有些草率了 真应该一个人来 或许还有机会能拿到钱 此时的马尾便看着信誓淡淡的陈以默 他不由地担心了起来 这几个预备一的傻子 不会坏了我的好事吧 工作人员叫来了默格分部的管事 此时的陈以默一把 撞开了身边的安心 先给我办 没提我手底下的兵霜 我就剩下的脑袋马上快死了 负责任一个光明顶两个大 明明是为人族流过血力过攻的大英雄 却三天两头地跑来做无赖 他安抚了一句 等我办完正式再来解决您的事 便看向了一旁的安心 卧槽原来是卧龙和凤楚同事出现了 他指着两人对工作人员吼 你是新来的吧 记住这两张脸都给我拉入 接待黑名单里面去 这都是来骗钱的卧龙奉处 余生暗叹 果然醉成外的都不靠谱 这群大头兵真是坑苦了余生 本以为可以顺身俐利利取到赏金 如今却直接被莫格拉到了黑名单上 余生再一次感叹 果然醉成外的人都不靠谱 陈以默面子上甘大的不行 他怒喝地叫住了突嫖负责任 你放屁 谁是来骗钱的 接着呵呵一笑将余生搗在怀里 你知道这是谁吗 突嫖负责任微微醋眉神情有些正中 陈以默是将北省预备一的首将六次觉醒者 虽然脑子蠢了点 但不得不承认地位很高 能让这种级别的人亲自介绍 难道是上面来的大人物 不知这位是 这一刻的陈以默相当骄傲 仿佛身边的余生就是他八戒的大人物一样 这是我好弟弟 为人族流过血为人族杀过妖 他凭本事救的人为啥不给钱 你今天要让我在弟弟面前丢了脸 信不信我把你裤子给扒了挂在默哥门口掉一天 本以为是个王者 没想到是个嘴上王者 突嫖扯了扯自己的领带 信陈的别以为老子怕了 天天纵容这小独子来 我默哥打劫没完没了是吧 来呀我看看你是怎么干我 零五学院出来的莽夫 陈以默的袖子顿时露了起来 嘴里发出一声哄笑 额头上更是浮现出了一个王型图案 你们零念学院就牛逼呗 一群垃圾东西 今天老子不打你一顿都对不起学校对我的栽培 两人针锋相对 仿佛下一秒就要开竿的打算 就在这时余生倾咳了两声 那个我能说一句话吗 第一根据默哥刑法 觉醒者在城中无故打架者 将面对15天拘留和1万元罚款 影响较大的出半年以上拘留 治安罚款10万元 听到这个数据陈以默顿时就漏了 10万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随后余生又将目光望向默哥的工作人员 我申请办理业务 如果无故拖延或不接待的话 我有权根据权益保护法第32条 来保证我的合法力 看着规规矩矩坐在台前的余生 陈以默和大巴车司机都沉默了 你确定这小的神经是正常的吗 这样能要来钱 余生将手中的U盘递给了工作人员 画面上可以清晰地看出余生与乞丐搏杀的场面 但是似乎有剪辑的痕迹 余生直接就坦白了 的确有过剪辑 但你可以安排专员来分析场上的局势 两边的实力并不均衡 如果我不出手的话 学生会来 所以建议我为是成立的 就余生还要说什么的时候 地旁的秃嫖却直接开口 给他通过 按全额标准发放奖金 工作人员不敢怠慢连忙审核通过 奖金会在三个工作日内到账 可余生却并没有离开 而是走到了秃嫖面前询问 我能知道为什么吗 别人想方设法骗取的赏金 余生却毫不费力地拿到手 只是他有些想不明白 自己能浮夸的演技和笨拙的剪辑收获 明显可以看出是故意摆拍 他询问着男人为什么给他通路 秃嫖负责人去反问余生 讨历过到暗格工作吗 余生摇了摇头 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秃嫖直接掏出了张名片递给了余生 我姓林 是江北省默格分部的副格主 相信我 加入暗格后你的收入远远不止这些 见此的陈以默顿时急了 一把推开了林格主的名片 你个老鹰货在干什么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这特么是我们玉卑一的人 这么多年来一个聪明人容易吗 你还要抢一抢 回应他的只有突嫖那嘲讽的笑声 玉卑一是傻子的集中营 谁会去你们那报道 只留下陈以默站在原地暴躁不已 然后转身对余生惨媚着 余老弟这次是意外 我们还是靠得住的 虽然没脑子 但是动手绝对不行 说干就干给钱就行 万一再有点发财的买卖 优先考虑我们玉卑一 真是穷怕了 他便拉着大巴车司机向外走去 这个地方他真是没脸待下去了 司机还不死心的说钱 还没拿到老大 陈以默脸黑的像包公 你还好意思要钱 都是你搞砸的 余生这边刚回到学校 就被早早等待在此的赵紫诚拦住 他哭爹喊娘的诉说着 余老大你可回来了 你不在的这几天学校都变天了 咱们考核赢了 另外两个学校不服天天来闹事 不过你现在回来了 咱俩双剑何必绝对嘎嘎乱杀 见他这样余生神奇的开了的玩笑 你是负责嘎嘎的那个吗 赵紫诚尴尬的不知道咋接话 只能岔开话题 刘老师在那边的早餐店等你 让我来转告你一声 余生疑惑刘清风找自己干嘛 难道是吃早餐吗 当走进早餐店 刘清风便指了指一旁的老板 这人你见过吗 余生忘了忘说道 早餐店的老板 同学们都叫他王学子 是你家亲戚吗 刘清风一愣赶叹 这小子老回路咋这么强大 磕了口都将亲眼尴尬 你怎么看这个人 这次换余生愣了 我怎么看 我用眼睛看了 刘清风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人曾是预备役的人 在预备役苦练了两年 后来去了破小关镇守 可没想到去的第三天 就赶上了妖族夜袭 他的腿也在那场促习中被打乱 说到这里刘清风眼神正终 苦练两年上战场却不到三天 说这些只是想告诉你 人族也没有如今看起来这么乐观 你觉得如果是这样一位 为了人族牺牲一生的人 在你面前遇见了危险 你会出手相救我 余生有些茫然 我不知道 在罪程没有救人的道理 我亲眼见过被救起的人 站在背后拿起了刀 我也亲眼见过 为了一个染血的馒头 付出了三条人命 甚至我不理解 为什么要去保护别人 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利益 老是关心学生 可学生却拿起刀提防他 因为在罪程内表现得越亲近 越有可能背后痛下杀手 余生曾亲眼看到过被救起的人 拿起刀尖对准温元 也见过为了一个染血的馒头 丢了三条人命 刘清风看着余生的样子 感叹了一声站起身 或许不该抢求你做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从未庇护过 说着他轻拍了拍余生的肩膀 而我又凭什么让你去守护世界呢 可让刘清风没想到的是 在他触碰到余生肩膀的瞬间 余生已经不知在何时掏出了刀片 只要刘清风敢有什么动作 余生都能在第一时间 对他造成致命一击 看到余生这副模样 刘清风不知为何突然有些心疼 他不知究竟是怎样的遭遇 才能造就出余生这样的人 他点了根烟换了个话题 聊聊别的吧 你有朋友吗 让刘清风没想到的是余生的回答 这么估计独立的少年竟然还有朋友 不过他还在最长 还有307天就会出来了 刘清风趁机询问 那如果他被追杀了 你会怎么做 余生理所当然的说到杀了他们 那如果杀他的是这天下所有人呢 余生几乎没有犹豫的脱口而出 那就杀了全天下的人 刘清风沉默了一瞬 转头看向了早餐店老板 他其实在做着和你一样的事 只不过你守护的是朋友 而他守护的是天下黎明 余生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守护吗 见到余生略有所感 刘清风便准备带着他去一个地方 这里是一个老兵营 里面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之处 有断了一只手的 有失去双腿只能坐在轮椅上的 有没了双眼靠着拐棍走路的 看见刘清风的身影 其中一个拄着拐杖的中年人笑着喊道 你他妈就少了跟手指 牢往我们老兵营跑啥 咋得穷的想蹭残疾人补贴了 刘清风笑了笑道 带学生出来走走 中年人摸着山羊胡子打量着余生 这个学生看起来不错的 而此时余生的目光却盯上了 中年人衣服内的小广告 余生一把贴近他 按照莫革命释法 公然销售违法视频将拘留15天 并且处于2000罚款 山羊胡顿时冷汗直流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余生默默地伸出了三根手指 300块我替你保守秘密 山羊胡却愣住了 随后他大怒 你他妈来我的地盘抢前来了 那有色光蝶的老头 处于2000块罚款 老头也蒙圈了 小兄弟莫激动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只见余生伸出三根手指 我只要这些就行 老头见识不好 便和刘清风打了声招呼 你们先在这等我一会 我看你这个学生骨骼惊奇 这种难见的天才老夫 要单独调教调教 便拉着余生到了一个没人的角落 老头眼睛瞪得老大气呼呼地说道 小子你也太黑了吧 30块 你这是要我命呢 余生却愣愣地看着眼前的老头 有没有可能 我说的是300 老头的嗓门一下就提高了起来 你特么疯了 知道老头子我卖那点 叠一共才赚多少吗 你上嘴唇挨下嘴唇就要300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余生 比他更了解行情 这种碟子进货点在墨北城东 一间叫布朗尹宁店的商铺 里面的内容是儿童动卖 进货成本一块钱一张 所以你赚了800还是有的 看着余生算得如此精准 老头被气得咬牙切齿浑身发抖 想出手又不敢动手 如果打了 自己卖碟的事就特么曝光了 说出去都丢人 最主要卖的还是假货 不过他忍无可忍了 200块 这是我能出的最高价了 要是你不同意的话 你就告诉刘清风也无所谓 大不了老子这张老脸不要了 一副无赖的样子 配上那一缕山羊湖 看起来贼溜溜的 怎么看也不像是的好人 可余生没有讨价还价的意思 而是默默地拿出了手机 按照默革命释法 公然销售友情视频居留15天 并且处于2000罚款 根据工商管理处罚条例 贩卖假货根据情节严重程度 处以不同程度罚款 如果严重些说就是诈骗 举报的话5000 老头就像是一个炸毛的刺猬 一把抢过余生手机死死的捂在怀里 小子你这样不道德 江湖是江湖了 扯上官家就不对劲了 老头子我赚点棺材本容易吗 真让人知道了 我忠于书的老脸还要不要 而余生则是一脸无辜 看着老头怀中的手机 那什么 你没挂 此时电话里传出了激动的声音 请问您真的是忠于书忠老吗 老头难得的脸红 认错人了 我吹牛逼的 我怎么可能是人族大英雄忠于书呢 说着他赶忙按下了挂断键 短短半分钟的时间忠老下出了一身冷汗 再次看向余生时已经变了味道 这小家伙有点狠啊 特么和我一个老人家玩真实 俗话说漫天要价做地还价 自己不过是试探着还了一次 这特么直接就扬沙子 他颤颤巍巍的从兜里掏出了三张崭新的红钞 我可是人族英雄 镇守镇腰关三十年的英雄 我为人族流的血可比你身体里的还多 可余生根本不听他废话 直接一把抢过了百元大钞 远处的刘清风注视着两人 看来钟老喜欢余生啊 不愧是我看重的学生 这小子真可以啊 交易完成钟老气冲冲地走了回来 小刘啊 你可是真叫了一个好学生啊 字字咬牙切齿充满了憎恨 刘清风却虚心地摸摸头 谢谢钟老的赞美我会继续努力的 这让老头恼怒不已 预备一出来的都是傻子吗 好烂话都听不出来 余生钱也不是白拿的 其实你可以改变一下经营模式 将光盘内容换成宣传反诈视频 这样你就不怕被举报了 老头一听有点道理啊 这小子在赚钱上有点东西啊 便见兮兮地凑上钱 换成反诈视频 斗爸爸会给推流吗 这是人族英雄灵园 他们都是为了抵抗妖兽战死沙场 其中四座坟已经立背证明有人入主 而最后一座空坟 则是卖点老头为自己留的高档洋房 余生前脚坑了老头三百块大洋 后脚就被刘清风带到老头家祖坟煽清 刘清风此时的眼神分外神圣 当年所有人都记住了一句话 你可以永远相信钟玉书 他一日在镇妖关就一日无忧 可惜英雄总会落幕 为了击杀钟老 妖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甚至按钟与邪教合作 虽然钟老还活着 但绝醒无破碎 钟老哪怕在走的时候 都是在笑着说他钟玉书换两位妖主赚大 说着他带着真挚的眼神看向余生 其实人生有许多种活法 我不是说你如今走的路是错的 而是人族真的需要天才 能够守护人族的强者 可能我所经历的我所见识过的太少 但你已经是我所见过最优秀的年轻人 我有一种直觉 未来你能一飞冲天 而让刘清风惊讶的是 虽然余生极力地控制自己的手 但是这一次没有向上一次亮出刀片 而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卖蝶老头暴躁的声音 连你马在这山庆 这是我家祖坟不特么是你家动物园 回到学校的余生再一次被叫到了校长时 而这一次校长也是带着目的信找余生谈话 这次毕业大考你的成绩有把握进入省前师妹 余生表示自己不知道 却让校长惊讶了 往常这个时候不是都应该谈价强了 怎么今天这么没有 可余生一直在默默遵循罪成法则 在没有掌握明确的情报前 永远不要盲目自信 更不能接没把握的活 校长不想放弃这次学校露脸的机会 他摸着下个四两掌 以金钱一百为准 你每上升一个名额给你加一百 如果拿到第一的话 奖金给你一万 他一副为难的样子 好像下了很大决心一样 可余生根本没考虑 直接转身说了声道词 这让校长坐不住了 光速挡在了门前 生怕余生跑的一样 这不少了 真不少了 价格不对咱们可以再谈了 你看这样我再提一个想法 我向上面教育署的领导去对比 如果二中拿下省级排名领导 应该会拨下一笔资源 到时候咱俩三七分如何 余生看着校长的目光中 充满了复杂 他认真的想了想 校长你想不想搏一把大的 说着他转身走到了座位上 根据网界全国考试 每个学校都有权利 自己去设计校服对吗 您可以向教育署的领导 邀一张批文 因为三座学校合并 重新设计校服 这种是教育署一定会同意 然后咱们的校服 就是行走的广告 这样记得到了宣传 又付了校服的钱 校长此时嘴压子乐得都倒了 赚钱圣经 这小子简直是惊为天人 接着校长拍着胸脯 保证自己完成任务 余生看他这样不由地问了句 校长你也是预备役出来的吗 对啊怎么办 也没什么事 就是感觉预备役出来的 好像都不大靠谱 学生公然骂校长是个傻子 校长还傻呵呵称他为天才 此时的光明鼎早已沉醉 在余生的赚钱计划 但余生看见他如此憨憨不由地担心 大巴车司机是预备役的 他的队长陈以默也是预备役的 现在这个校长也是 怎么感觉不太靠谱的样子 校长已经开始盘寸如何分赃了 余生这个点子是你想出来的 我给你六成我自己拿四成 怎么样都大方吧 余生悠悠地看着校长一言不发 校长不知为何感觉到了一丝不妙 校长咬了咬牙 做下了的重大决定 七三不能再少了 我也要卖一大剥脸的 制作新校服的费用也不少 而且这笔钱也揣不到我个人的腰包里 学校结束毕业生再挂上你的名字 这是工技不是能用钱衡量的 看着再次加大筹码的校长余生点了点头 这还差不多 那些虚名都没什么用 钱才是最重要的 看见余生终于点头 校长长长输了一口气 我就去打印合同白纸黑字的咱们写清楚 余生去晃了晃手机 不用合同那么麻烦了 我已经录音了 说着就走出了校长室 校长如遭雷击愣在原地 如果之前自己不是准备用来学校建设 而是私通的话 是不是代表着余生随时都可以用这录音举报自己 顺便还能拿回自己的钱 为了搞外快校长也是拼了 仅用了一周时间就联系到了一堆广告商 余生看到这行走的广告牌也是愣在了原地 不由的感叹校长还真会举一反三 而余生为了完成校长交给的任务 找来了赵紫诚进行对练 也是赵紫诚单纯的挨打 赵紫诚的觉醒物是一个沙袋 但是这不是指挨打不说疼的普通沙袋 而是不管哪个级别的觉醒者 只要将自身的力量封在赵紫诚的觉醒物上 攻击者与被攻击者都将获得大幅度增幅 余生虽然练得很爽 但是却苦了赵紫诚 鼻青脸肿不说 虽然进步得很爽 但是真的好疼了余老大 两人疯狂般的训练被新出来的杜徐看在了眼里 自从上次余生将他打败以后 他就将余生视为目标 看到余生疯狂地虐赵紫诚 他牙一咬心一狠地冲了上去 为了考试听了 而结果可想而知 地上再又多了一个鼻青脸肿的怨主 而余生则是闷闷不乐地靠在墙上 刘青蜂见此上前询问 以为余生出了什么事 结果余生只是在想 如果考核的时候要求打架自己该怎么办 毕竟我只会杀人可不会打架呀 他是名学生 却每天思考着杀人为什么犯法 自从余生和校长谈判好如何分赃后 就整天的闷闷不乐 因为在罪程不论比试还是决斗 只要出手了就可以杀死对方 现在除了罪程都是各种的条条框框 直接限制了余生的发挥 细心的刘青蜂发现了余生的异常 他建议余生可以将弓弩的箭头去掉 或者匕首的刀刃磨得迟钝一点 这样可以避免弄伤比武的同学 可余生显然不肯那样做 刘青蜂又一次地摸了摸余生的头 还记得早点变那个老兵吧 他明天要去老兵营了 余生顿时疑了 入老兵营的规矩是没有家人 记得那中年大叔是有一个儿子的 而且入得欲备仪 这也代表着这个世上他所有的亲人都离他而去了 接着刘青蜂又说了句话 将余生的思绪拉了过去 最近莫格总催我过去 说我年纪到了又往后的该去老兵营报道 但我却觉得至少当一名老师 还能为人族做一份贡献 所以我想填你的信息 说你是我的徒弟 所以我算是有后的可以不去 可以吗 余生愣愣地看着眼前的男人发自肥腐 他最后点了点头我们的一声 第二天的大笔开始 刘青蜂将于送到了报道处 他叮嘱余生好好发挥 以你的能力和心性这些都不在话下 我希望你不仅仅拿了墨北市第一 更要拿了江北市第一 而就在这时一阵爆炸声从远处传来 刘青蜂看了看距离顿时眉头紧重 似乎距离学校不远 或者可能就是在学校 工作人员急忙上前安抚众人 刚刚得到消息是邪教在作乱 我们莫格已经派人去处理了 刘青蜂叮嘱着余生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争取拿下省考第一 那样我也能吹吹水 说是状元的老师了 余生点点头答应了下来便走进了考场 与此同时 刘青蜂转身向着城内奔去 却被莫格的工作人员 以城内危险为由拦了下来 只见刘青蜂召唤出自己的保健觉醒 将北省预备一第308批成员刘青蜂 镇守腰关两年 作为一名士兵守护人族是我的职责所在 作为一名老师保护学生也是我的职责所在 无私奉献的精神 汤慨激昂的话吕 刺激着在场所有为人父为人母的老兵们 他们一个个地将孩子送进考场 便纷纷争先恐后的要求进城消灭邪教 守护人族是所有人的职责所在 他们谁也不想缺席 他成长在暴徒横行的最长 从未接触过世间的人情冷暖 因为在最长只有生与死的较量 哪怕是最要好的朋友 也可能在下一秒对你捅刀子 如今刘青蜂对于生的无微不至 让于生冰冷的心里产生了一丝暖流 而就在这时爆炸声充斥着整个城市 刘青蜂叮嘱了于生好好考试 便随着一群老兵冲向了城内 与此同时邪教的王命途 对学校进行了强势打击 在城内的预备一司机与其他人迎面阻挡 大巴车司机让人偷偷摆放了一个小型摄像头 这些哪是邪教啊 简直就是行走的金钱 偷失余生 发财致富 他当即就要拎着教醒物冲上去大杀四方 现在开始预备一的五分钟内结束战斗 无论生死将邪教彻底斩杀在此 就在这时刘青蜂的声音传了过来 现在预备一出来的小家伙还这么寒了 虽然有趣 就是有点呆头呆脑的 跟随着刘青峰身后的一名中年男人淡笑着 我记得这娃娃 当初好像刚进预备一的时候被打了天天哭 一话都这么大了 刘青峰更是摆了白手 收回你的军令吧 人族还没有没落到需要你们这些娃娃以死相聘 我们只是老了又不是死了 司机震了一下丝毫没注意一旁的邪教之徒 被突如其来的一脚踹在胸口倒飞出去 刘青峰笑骂了一句 真特娘的废物 大家还分神 预备一的家伙到底行不行了 接着提刀向前冲了上去 战场现在有我接管 你们将这些小杂鱼拦在城门口 别造成更大的伤亡 我带人去学校保护学生 这一刻的刘青峰声音冰冷 身后那淡蓝色常见仿佛感觉到什么 兴奋地发出一声渐明锐气四起 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一触即发 与此同时莫格的分阁主快步地跑到了老兵营 找到了曾经的一人震退百万妖兽的钟老 周玉书坐在马杂上握着吊肝悠闲的吊着鱼 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他按照余生的办法尝试了一下 最近几天都已经不需要自己出去跑活了 如果运气好过上一段时间或许真能赚一大 当他看到林阁主的时候顿时炸毛了 没事总往我这跑啥 别当我钓鱼 快过来 周玉书脸上带着警惕眼底有点心虚 不会是团伙卖笛的事又被人举报了吗 这个老头被坑了三百块 老脸却乐得像菊花一样 只因余生收了他的学费交给了他赚钱新妙招 如今钟老不再偷偷卖笛 而是发展下线搞团伙作案 当林副阁主找来的时候 老头已经以为自己的身份暴露了 只见林副阁主跑到他身边抱绝 四代晚辈林峰请求钟老出山 此时的钟老松了一口气 两脸吓死老子了 他以为卖笛又被发现了 接着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滚滚滚我都多大岁数了还出山个屁啊 就我现在这体格子上了镇腰关的话 一阵风都能把我吹八百根 可林峰却急得满头大汗 自灵气复苏以来 咱们的一代老祖几乎全部战死 二代的野生的伤痰的残所剩无几 现在前线都是三代的前辈们在苦苦之称 作为前辈们的主心骨镇腰关不可无宁吗 虽然他说的生情并茂 但是钟老却无动于衷 觉醒无碎歌星也碎了 我一个废人拿什么拯救人组 这担子太大老头子扛不动了 可林峰明显不想放弃 从怀中掏出了一个匣子 里面是一颗丹药 钟玉书侧着头看了一眼 那木盒眼神不几无波 他知道吃了木盒内的东西 自己就还是曾经的钟玉书 镇腰关城墙上战无不胜的钟玉书 但是他已经老了 这颗丹药足以为人族塑造出一位新的战神 可林峰依旧重塑着一句话 请钟老出山 墨北城内忧外患 钟老不出手定乾坤的话 就是在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死 钟玉书猛地站了起来 眼神却散发着刺骨的寒意 你用普通人的性命来威胁我 声音中充满了杀意 你特么败累 人族的耻辱 林峰此时已经汗流满面 您可以说我无耻 您也可以认为我是在哪百姓在威胁你 我现在是墨北城最后的高层站立了 路行此处我已无计可施 见此的老头叹息了一声 刚要抓起盒子中的丹药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从远处传来 我人族的脊梁是要出山了吗 只见三个身穿黑袍的男子走过来 万神教神使魏勒 见过中老 中玉书从头至尾都懒得去看这人一眼 邪教的小崽子 带这么俩东西不太够用了 魏勒却呵呵一笑 这不重要 中老只要您吃下这颗药 三日内妖族就会对镇妖 奔发起真正意义上的战斗 到时生灵图探战火纷纷 同为人族我于心不忍啊 可中玉书直接拿起丹药放在了嘴 顿时一股冲天的气势从身体内迸发而出 竟说些吓人的屁话 不过是活在妖族人族夹缝中的老鼠吧 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 邪教杂碎竟然公然挑衅人族战神 中老怎能咽下这口气 真是虎若平阳被犬欺 什么阿妈阿狗都跑出来嘚瑟 当即就吃下了凌峰拿来的丹药 差时间风云突变 一补恐怖的气势从中老体内迸发而出 此时的邪教杂碎早已经吓得张大了嘴 他就在赌忠玉书为了人族不敢服下丹药 现在不仅服用了 而且比忠玉书最巅峰的时候还强一分 怎么可能 就算你恢复了伤势也应该只有七次觉醒 为什么是八诀 可忠老却不想和小虾米废话 你们为了在莫格埋下握底费了不少心血吧 真当我不知道是吧 只不过陪你们演场戏而已 现在你们该和这个世界道别了 说着就挥舞手中的觉醒物 对着三个杂碎横斩而去 小嘎嘎们被拦腰斩断 临死前还想再套些有用的情报 被忠老言辞拒绝 此人就不要那么多废话 小嘎嘎最后一口气 是被忠老头气的咽下去的 忠玉书看着地上的事块目光 落在明显有些呆滞的林峰身上 给陈以默打个电话 告诉他可以收网了 林峰一脸的懵逼 看着忠玉书的眼神中满是震惊 让你打就打 等着那几位妖王作乱了 天天傻乎乎的 你们灵念学院出来的都这么蠢了 林峰呆嗶嗶的掏出手机 给陈以默打过去 忠老说可以收网了 此时的林峰才傻乎乎的反应过来 这是个局 林其实是在钓鱼 忠老头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随后把假吃的丹药丢给了他 果然蠢的不鞋 走吧带你出去见见世面 也是时候到了清算的时候 一名名老兵看着忠玉书离去的背影纷纷吼着 愿林在归来时 身后跟随的是天下太平 忠玉书没有转身 就这么抬起满是皱纹的手掌在半空中挥了鬼 与此同时 余生手持弓弩走在大考现场 只要通过这片充满危机的森林 即可算是通关 此时的余生仔细观察着眼前的几只妖兽 以这些妖兽的防御 想要靠弓弩进行有效击杀有点不太现实 哪怕余生藏匿人影的本事再如何丰富 也终究还是顿住了脚步 前方完全就是一道封锁线 感受到能量波动 一时间妖兽嘶吼不断 齐齐地都向着余生的方向冲来 而余生则收起了弓弩 而是换成了一根龙纹棍 最不可思议的是 龙纹棍上竟然镶嵌着一颗荡灰色的金石 他已经一次觉醒了 这是一群凶狠的狼妖 只要有人类踏入他们的地盘 将会被吃得扎都不胜 此时的余生手持着自己的龙纹棍 棍子上闪烁的金石代表着余生已经一次觉醒 这也是他目前为止最大的底盖 余生手持龙纹棍向着恶狼冲去 下时间龙纹棍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那恶狼在一瞬间有些疑惑愣在原地 完全无视了面前的余生 余生则是微微弯着身子从侧面钻了过去 手中那匕首借着这段瞬间插在了恶狼腹部 很快恶狼身体开始了剧烈的抽搐 伤口位置更是大面积溃烂 痛苦的在地面翻滚 在精实闪烁的瞬间 其他妖兽几乎也有着同样的迷茫 仿佛失去了目标一般 这就是余生觉醒悟所带来的能力 可以短暂的迷惑对手 余生也因此为龙纹棍起了一个十分恰当的名字 孟棍还不带狼群反应过来 余生就如恶狼冲入羊群一般开始肆意屠杀 很快就解决了眼前的这群障碍 也就在这时一只只苍蝇和突就对着余生发起的冲锁 仿佛联动反应般四面八方全部传来阵阵嘶吼声 可余生同样不虚 虽然空中的战斗自己不擅长 但是有着龙纹棍的加持 这群鸟类异兽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正面的动静很快惊动了监考老师 他感到非常诧异 这才过去15分钟而已 就有受魂死了 按照往年的进度 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看来这些学生有妖孽般的存在 他一番手面前出现一张虚幻的地图 上面一颗红点正在飞速移动 而这红点后方则是一颗颗绿点 像是在追逐着什么 看到这里的监考老师顿时大惊 这怎么可能 竟然有人已经快要到终点了 他手指不断地在虚空中点动 很快余生的身影出现在了界面里 此时的余生全速地向着森林外冲去 他现在只有一个念想 快点再快点 他答应过刘清风要尝试着拿第一 出去就能看到了 而就在这时一声虎啸传来 只见一只庞然大雾突然出现 拦在了余生面前 这是一只真正的一级妖兽 余生的眼神在这一刻变得冰冷 仿佛空气中都泥漫着杀气 只见他从衣服中掏出了多根银针 对着老虎就抛了出去 几根银针稳稳地扎在虎头的各个血位 而余生的手中不知何时 攒着一根透明鱼血 在虎妖的脖梗伤痕处已经缠绕了一圈 这是知一觉虎妖 也是这场考核的最终Boss 如今他恶虎不知甘地補向了余生 只见余生拿出弓弩对着老虎射了过去 随后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余线 绕着虎头查了三圈 接着一个十字交叉死筒 只听咔嚓一声 老虎的脖子直接被捂断 当余生起身时 那虎妖已经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没了生机 一击妖兽就这样被秒杀了 可余生并没有因为斩杀了妖兽而喜悦 他现在满心思的都是刘清风那边的状况 见到有人从传送口出来 监考老师直接懵逼在了原地 他监考了十多年 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二十分钟不到就从考场出来 余生望着呆愣愣的老师问道 请问我是弟姐 全省第一 至少现在是墨北城的第一名 他记得这少年 那叫刘清风的人离去前曾说过 让他拿得第一回来 他还真拿了一个第一 余生轻轻点了点头 就这么默默向墨北城的方向走去 那老师急忙问着同学你要去干嘛 进城 老师果断的跑到余生面前将他拦住 不仅成为你现在太危险 而且你身上还有伤口需要简单处理一下 余生脚步停顿默默抬起右手 手中是那把小巧的弓物 你拦我的话我会杀人 老师虽然一愣 但很快严肃的呵斥着 哪怕你杀了我也不能进城 我必须对你的生命负责 余生有些疑惑的看着老师似乎不太能理解 难道他们真不怕死 还是说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场戏 表演给自己看得起 但是似乎自己也没有这个价值 随后余生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弩剑插在老师脚下见了轻颤 余生快步地从老师身边走过 谢谢你做的一切 我会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现在请不要再拦着我 不然我真的会杀人的 与此同时大巴车司机中人 正在与邪教杂碎的血厅 邪教杂碎虽然身手不如预备 但是数量众多 几人身上都附了一些伤 明显有些不敌 而刘清风已经实践赶到了学校门口 与校长等人会合在了一起 望着不断涌现的邪教杂碎 他不由地为大巴车几人担心了起来 他来城门口还是没拦住 说着就率先对着邪教杂碎冲了上去 无论如何也要支撑到增援的到来 校长见到他的举动呵呵一笑 转头对教学楼里的学生叮嘱着 孩子们今天校长亲自给你们上一课 那就是放我人足者 虽远必诛 同时他召唤出了自己的觉醒 是一把赤红色的长剑 及时的冲向了邪教杂碎们 老子当年也是上过阵妖关的 就凭你们这群小崽子也想动我的学生 简直是在做梦 他与刘清风双剑合璧 所过之处都会留下邪教杂碎的惨叫之声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厨师服的杂碎呵呵一笑 你们这群无知的人 洗涤世间罪恶 为人足建立新的秩序 才是给人足一个全新的未来 校长直接一个狗东西送给他 你们这群邪教杂碎少妖言获重 刘清风也是吐槽废话真多 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少叽叽歪歪的 邪教弄了当即就俯冲了下来 对着刘清风飞扑而去 同时口中还嘲笑着你这俩见不错 叫什么名字 他名藏妖 只可惜今日他斩了试人 刘清风一剑将杂碎逼退 邪教之人自知不是对手 转头对着学校急速掠取 这让刘清风大吉 不好 他的目标是学生 余生做梦都想不到 一向风流倜傥的刘清风老师 竟然会有这么狼狈的一面 随着邪教入侵学校 刘清风和校长二人 担起了学生们的最后一道房间 二人你来我 往将邪教杂碎拦在了校门来 就在刘清风一剑斩退了厨师的时候 厨师放弃了与刘清风正面硬刚 而是转身急速地向着学校略取 这让刘清风大惊 学生就是人族的未来 如果他们出事的话 镇腰关上人族将会出现断层 他快步地冲到邪教杂碎身前 拎着脏腰斩了出去 有我在你休想靠近教学偶半步 强大的冲击力 直接将邪教杂碎轰到了地上 吃亏的杂碎顿时大怒 他瞪着星红的眼睛审视着刘清风 好 很好 你成功地激怒了我 可刘清风岂是怪孩子的家长 我特么还管你的心情啊 助手就是特么事多 吃老子一见 刘清风将手中的藏腰重重地斩了下去 可却让他突然一惊 没有想象中的鲜血直流 而是被幻化的翅膀挡住了长剑下路 邪教杂碎坏笑是展出自己的叫醒目 几根剑语对着刘清风射来 顷刻间将刘清风割成重伤 刘清风整个人气血不稳 大口地喘着粗气 糟糕了 恐怕这次真要交代者 邪教杂碎可不给他喘气的时间 再次对着刘清风冲了上来 而就在他放大招的瞬间 半跪在地的刘清风突然抱起 此时的他使出了全身力气 分立地将手中的藏腰抛了出去 与此同时的瞬间 邪教杂碎的攻击已至 强大的力量将刘清风的左臂贯穿 他就是想以这种一命搏命的方式 结束这场战斗 此时的邪教杂碎 不敢相信地看着胸前的长剑 他怎么也想不到 刘清风竟然以身作耳 诱骗自己发出攻击 他不甘地询问着 到底是什么信念 可以让你放弃自己的生命 刘清风看着长剑 洞穿了杂碎的身体 才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他捂着流血的伤口 你们与妖族合作背叛的人族 现在又想方设法地伤害未来的几样 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 犯我人族未来者 当初 老师为了保护学生 拼尽了浑身最后一丝力气 此时的刘清风被血水打湿 隐约间似乎看见远处 有一道熟悉的声音 正在向自己这边充满 像是余生 他自嘲地笑了笑 人死前果然会出现幻觉 他又怎么能这么快结束考试 余生看着浑身是伤的 刘清风心里不是滋味 而刘清风揉了揉双眼几次确认 不敢相信的脱口而出 竟然真的是 余生有些沉默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他缓缓蹲下身在刘清风面前 我拿了第一磨北城第一 省其现在还不知道 听到余生的声音 刘清风有些吃力地看过去 他也开嘴笑了笑 我就知道你可以的 你是老师眼中最最优秀的天才 独一无二的天才 刘清风每说一句话 都需要停顿很久 腹部鲜血还在不断流淌在地面上 余生看着刘清风的伤口有些沉默 最终还是开口 但你却要死了 刘清风的确是在为了 他平时所说的那些 在战斗在守护 他没有骗自己 此时的刘清风仅剩下一口气掉着 其实对我来说 死法是一种解脱吧 总好过像个废物般苟延残喘 我是真的挺讨厌当老师的 接着他将胸前的云文勋章摘下 向余生递去 这是老师最骄傲的东西 或许他不能给你带来什么 至少能证明你是烈士家属 罪成出身 老师用这一生的荣耀 替你挡了 那勋章上染满血迹 余生沉默地将勋章接了过来 认真地看着 刘清风缓缓抬起头 想要再去摸摸余生的头 但手在半空中时 终究还是有些迟疑着想要收拨 余生却轻轻向前凑了凑 主动地接过了刘清风的手 任由那他向来讨厌的鲜血 将自己的头发打湿 刘清风正了很快又笑了 孩子没有人有资格让你去改变什么 你就是你 以后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余生很长 老师 老师只能送你到这 祝你余生 闪闪发光 说完最后一个字 刘清风的手无力垂落双眼闭合 觉醒的长剑也逐渐在空气中消散 此时的余生双眼被眼泪清洗 看向那些邪教教徒们时 眼中已是化不去的冰冷 身上散发出的杀气 更是如十字般不断攀升 他拎着匕首冲向了邪教砸碎 每次手起刀落都有一名砸碎毕名 余生自己都不知道 此时究竟在想些什么 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想杀人 邪教的人都该杀 大巴车司机众人到来时 明显被吓了一条 这余生小哥怎么了 刀刀致命下手这么狠 此时的钟老察觉到了异常 他看着席地垂头的刘清风 这或许就是余生发疯的原因 余生这次是彻底疯癫了 他拎着匕首肆意地屠杀着邪教砸碎 当解决了最后一个砸碎 余生整个人都松弛了下来 他转身看向钟玉书的方向 尤其是他身后内感镶嵌了八颗金石的长枪 哪怕他知道自己的地位与钟玉书天壤之别 但却没有了往日里那谄媚之色 他拄着刀腰板挺直 你是默格高层 钟玉书轻轻点头没有反对 算是吧 同时他安慰着余生 你老是要是在天有灵的话 看到你杀了这么多人族的孽畜 他一定会很欣慰的 可余生却挣脱了他的手掌 转身向着席地而坐的刘清风而去 他默默地将刘清风尸体背在自己的后背上 瘦小的身躯就这么扛着 不过他没有走 而是认真地看向了钟玉书 我杀了二十三个邪教徒记地把钱给我 学校有监控你可以查看一下对照 说完后余生就这么背着刘清风逐渐远去 钟玉书抬起头看了看 这蔚蓝的天空叹息了一声 或许这才是我不愿恢复的原因吧 终究是有些看不得这种场面了 与此同时天台上一副望眼镜观察着一切 只见一个黑袍男怒斥着 狗东西目标竟然是钟玉书 是在拿老子的人当炮灰吗 一群蠢货就凭你们几个歪瓜裂 也妄图干掉钟玉书 真特么的是白痴 随后他换上了一件校服劈在身上 看来还得继续潜伏在这破学校了 三天后余生为刘清风立了碑 刘清风无亲无友 所以余生自作主张在碑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深深地拘了一弓 出城进了我全省第一 只可惜你看不到 接着他拿出了刘清风死前的云勋徽章 再次拘了一弓 他是你的骄傲 我将会是你最大的骄傲 老师再见 我会常来看你的 此时的余生背影凄凉 仿佛又恢复成了孤独的身影 而让余生没想到的是 钟玉书竟然也来了 但此时的他却没有了 之前那种玩世不恭的模样 他沉默地走到了余生面前 小刘安葬好了吗 余生轻轻点头 却直接绕过了钟玉书 全程一句话都没说 钟玉书没动就这么站在房门口的位置 看着余生的背影突然问道 你怪我吗 余生脚步顿了顿 有些茫然地看着他 为什么要怪你 因为刘清风是因我而死 如果我再快一点的话 可能他就不会离开了 钟玉书说得很坦诚 没有任何顾忌自己英雄身份的想法 余生更加迷茫 在罪程不都是如此吗 为什么要救 老头是人族的英雄 却在一个少年面前 低下了英雄的头颅 此时的钟老眼神真长 没有了卖非法光碟时候的猥琐 他自言自语着 邪教的目标是我 刘清风也是因我而死 如果我若是早点赶来的话 他可能就不会死 余生愣愣地打量着这个老头 我觉得不就不是正常的吗 换做是我我也不会救 钟老懵逼了 卧槽 余生这脑洞真是让人无法琢磨 随后他表示 我已经向墨学院引荐你过去了 你是刘清风的骄傲 我希望你对得起 这枚鲜血染红的勋章 余生呆呆地看了眼胸前的勋章 他愣了一瞬 便答应了一声 向着刘清风的住址走去 自从刘清风死后 这房间要是也作为遗物 交到了余生手中 余生看着狭小的空间 不由地流出了思念之意 打扫了一阵余生 便回到了家中 不久就听见有人敲门 来人正式号称 第一杀手的红毛道窃贼 他牛哄哄地问着余生 我收到了军校的考核邀请了 当初答应帮你杀一个人 你到底要杀谁 不然等我学生归来任务就会变多了 再帮你杀人可就不方便了 余生无语地看着这个愣头青 随后开口 你考试排名是多少 第九 余生疑惑地问江北省第九吗 红毛尴尬地挠了挠头发 墨北城第九 省级排名太难进了 余生顿时无语 难道军校这么确认的吗 什么样的货色都要 红毛察觉到余生那不屑的目光顿时疑问 我说墨北城第九也不差的好不好 快说让我替你杀谁 当初余生只是说了句玩笑话 没想到这愣头青还当真了 我最近很讨厌邪教的 你随便帮我杀一个吧 得到消息的红毛摆了白手 没问题等我的好消息吧 余生却一把拽住了他 杀的邪教砸碎是会有赏金的 因为你是帮我杀掉的 所以赏金也要是我的 红毛感叹了一声 还真是死刃钱啊 随后他好奇地打开了手机查询 能让余生盯上的钱能有多少 不查不要紧一查下一条 根据莫格法律 杀死邪教砸碎将获得三万省金 红毛直呼卧槽 接个杀手任务才几千 一个砸碎就三万 我不当杀手了我要当大英雄 杀邪教赚大钱 这一幕正巧被来找余生的赵紫诚看了 这小子怕是个精神病吧 就不怕邪教砸碎听到把他打了 随后他敲响了余生的房门 老大有好消息 余生从房内探出了头 什么好消息着急忙慌的 莫学院给我考核邀请了哈哈 余生一脸的无语 不就是个邀请有必要这么激动吗 赵紫诚却已经开始歪歪了 当然有 莫学院可是莫格建立的顶尖学院 最少的一年只收了三名学生 每一名毕业都是声名赫赫的存在 以后在我老爹面前都能挺直腰杆的做人 我赵紫诚这次算是光宗耀祖了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原来你就是赵紫诚啊 好兄弟更是神助攻 直接将余三水多关了三个月 此时的赵紫诚还在余生面前侃侃而谈 却不知余三水出现在他身后 原来你小子就是赵紫诚啊 你可真是把我害得够惨了 看见拎托步的来人赵紫诚胯下一紧 那个您是谁啊 余生的父亲一把拽过了赵紫诚的衣领 你竟然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就多关了我三个月 老子是被你安上调戏妇女最近单间监狱的流氓于三水 赵紫诚被这气势下的冷汗之流 卧槽这世界这么小的吗 此时的余三水见到仇人大怒不已 奶奶腿低 要不是我老乡好把我赎出来 我还真没法这么快地报答你呢 赵紫诚连忙开跑 叔叔别动手你听我狡辩 可余三水都杀红眼了 小兔崽子老子就是特么给锦花看的手下 你就举报我调戏妇女 看我不做的你爹都不认识你 余生也是被这气势下的冷汗之流 他也会不会这么收拾我 赵紫诚被逼到了角落里 叔叔咱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可末期少年穷啊 我可是很记仇的 可余生他爹可不吃这套 谁让你多管闲事了 真当警卫司是你家开的呀 余生却呆愣愣地说 那个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他爹是警卫司司长 余三水顿实验了一口老痰 卧槽 那不会又要进去待几天吧 随后他看向一旁的余生 听说你最近考试了 考得怎么样 还有和同学的相处如何 可余生并不想与这个没正形的老爹废话 静止从他身前走过 我有点是现在要出去一下 余三水愣在了原地 直到余生走后才松了一口气 这小家伙的压迫感咋这么强呢 就在这时他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看到号码顿时露出了诸葛样 是小丽啊 我这段时间没联系你是出差了 可不是故意不理你的哦 那个今晚你老公在家不 与此同时余生又一次地来到了刘清风的家里 他呆坐在沙发上愣愣出神 看着胸前的云熏徽章 脑中不禁地想起刘清风去世前的画面 这是老师一生的骄傲 现在就用他替你挡了最诚的身份 随后余生拿出电话 拨通了同事最诚出来的黑袍人号码 依旧是那样简单直接 我是余生 我想赚勋章 但是不知道邪教的人在哪 电话那面的人明显感觉到差异 就这么点的小事 有必要动用我的一次人情吗 可余生却抚摸了下身前的徽章 我觉得很值得 既然他觉得这是一生的骄傲 那就多拿些吧 这绝对是光明鼎校长最风光的一次 自从与邪教砸碎大战了一场 在学生面前瞬间变得高大了起来 此时的他站在讲台上大声宣布 首先恭喜你们完成了学业 你们终有一日挺起人族的大量 人族也应由你们变得更加强大 此时的余生在台下神情有些恍惚 不知不觉的就毕业了 还真是挺快的 赵紫诚在一旁看到余生似乎有心事 便低声开口 老大怎么感觉今天的你有点不一样 余生的思绪被他拉了回来 那我平常是什么样子 赵紫诚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反正就是感觉不太一样 不过老大你应该也收到了墨学院的邀请了吧 咱们什么时候一起出发呗 我好去买票去 可余生却看了他一眼 你没想过开车自驾去吗 墨学院可是在江城那面 路上会途径很多邪教砸碎的窝点 我已经规划好了行程路线 你要是想一起的话可要想好了 没准小命就完完了 赵紫诚却不乐意了 这么刺激的是怎么会少了我赵紫诚 而且我知道余老大你是为了刘老师报仇 赵紫诚办事效率很快 他搞了一辆八手老爷车 余生顿时一愣虽然我们醉成消息必死 但是我们不傻 这车还能开吗 赵紫诚连忙解释着 咋不能呢 这可是我从老爹那好不容易偷来的呢 放心绝对靠谱 他毫不犹豫地发动了车子 余生却有点害怕了 老实交代你有驾照没 可上了贼船哪有下去的道理 赵紫诚一脚油门踩下去 车子如脱缰的野马一样窜了出去 什么驾照不驾照的 越境天下红片 心中自然无马 邪教的小杂碎们我们来了 余生看他这个样子无语到极致 真是个愣头青 同时他拿出刘清风的那枚徽章 或许这就是活着的意义吧 与此同时 林格主因为诱敌将全城人族性命置之度外 被莫格惩罚去镇腰关上手关 一起的还有兵棚女神赵青衣 邪教的大肆进攻对他的打击很大 他准备去江城历练一番 而在学校卧底的假学生接到了一通电话 内容是让他去江城搞掉两名墨学院的学生 这样将会申请让他摆脱卧底身份 他愤怒不已 墨学院都是些怪物 自己一个普通的寺教去了跟宋慈里有什么区别 不过好像是新生开学的日子到了 那就只能挑新生下手了 那么余生会成为他的目标吗 万万没想到余生是个大变态 不仅捅了人家媳妇 并且死体赖脸的威胁要了一辆车 此时的赵紫诚满脸警惕 我说余老大这车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有没有可能被安装了定时炸弹啥的 余生却摇了摇头 不会的 他知道我不好杀 如果真想杀我也只会光明正大的动手 随后在余生的指挥下 越野车一路急迟 直至一个封闭的工厂前 余生当即下令撞开 赵紫诚却心疼的向着孩子 老大这可是新车呀 还没超过一百公里呢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全新的大剧直接和大门来了个亲密接触 此时工厂里面的邪教杂碎们都懵逼了 什么人敢闯进来 赵紫诚也是一愣 卧槽怎么这么多人 余生却淡定的将准备好的草稿递给他 照着上面的台词念 千万别忘记录视频 邪教杂碎见余生这么猖狂 纷纷召唤出觉醒悟要给他点教训 只见余生毫不犹豫地扣动弓弩扳机 瞬间洞穿了杂碎的喉咙 同时手中余线收紧 瞬间将杂碎送上了天 口中还阵阵有词地说着 邪教杂碎害人 今日我余生就要替天行道 赵紫诚也恰到好处地在一旁做起了解说 看到我们的余生同学正在奋力地与邪教徒厮杀 他正在尽自己的一小奋力替人族清理祸害 话音刚落余生也同一时间解决了最后一个杂碎 他上前询问着赵紫诚路上了没 赵紫诚表示绝对把你路成最帅的男主角 同时要求余生下次给自己留一个杂碎 他也想出出风头 余生看了他一会儿同意地点点头 你确实该锻炼锻炼了 可没想到这次的杂碎们早有准备 他们疯狂地追逐着赵紫诚 赵紫诚直接卧槽卧槽连连爆粗 余老大快来救我 余生却淡定地拿出电话打了出去 我在玉林城东郊民宅 现在一堆邪教砸碎正在追逐一个人族少年 不需要支援 来人接收尸体就行 最好带一个财物结算一下赏金 与此同时的林阁主和赵青衣也效仿着余生的套路 他拿出早就收集好的情报 找到了一处邪教藏身窝点 还在感叹着余生带给他的新的赚钱方法 就在林阁主准备拿出手机录像时 却发现毁掉的大门以及地面上已经有些干涸的血迹 那感觉就好像到手的银子飞了一样 谁干的 这特么谁干的 老子的赏金啊 由于余生两人的疯狂扫荡 登上了新闻的热榜 神秘骚年斩杀邪教砸碎 掀起了林赏金狂潮 赵紫诚兴奋的哈哈大笑 准备找余生再干一票大的 余生却提示他应该收手了 为啥呀 你要知道我这个人就是试杀成性的 一天不杀恶徒就浑身难受 余生一脸嫌弃的看着他 是那种杀一个人就吐三天三夜的那种吗 接着余生解释着 按照我们现在的行进速度 杀了那么多人 邪教应该反应过来了 再继续下去的话 大概率会遭到埋伏 事实证明余生的猜测是对的 一群三次四次觉醒的邪教砸碎聚集在一起 准备守住带兔灭了余生他们两人 可谁知是林阁主一脚踹开了大门 砸碎嘛 我林阁主今天就要替天行道 邪教对视了一眼 林阁主是谁 难道钓错鱼了吗 不管三七二十八赶他就对了 只见林阁主满脸不屑 显露出自己的六次觉醒 直接将杂碎们一击毙命 只剩下不断的哀嚎声 余生这个王八蛋害我丢掉小命 邪教杂碎入侵学校 教师拼死抵抗才保全了学生们的安全 而让余生敬爱的刘清风也因此失去了生命 为了血债血偿 余生和赵紫成一路摧毁了多个邪教据点 成功登顶了当地的热搜榜 邪教杂碎们也学见了聚在一起守株待兔 好在余生心思缜密洞穿了他们的动机及时收手 带着赵紫成及时到了墨学院报道处 此时的酒店门口围满了记者 赵紫成见着阵仗兴奋的飞起 余老大你说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 余生白了一眼之二愣子 如果他们将我们报道出去的话 我觉得邪教多半会杀了你立威 赵紫成吓得尿不湿都湿了 那我老实在学院里待个一年半载的不出来了 我就不信他们赶来学校杀人 一时间属于赵紫成余生的情报瞬间自将成涌出 地下赌桩内也将俩人的名字挂了上去 能否成功进入墨学院 赔率一比一 当然也可以赌两人一起进入墨学院或者一起淘汰 倍率也更高一点 搭配上两人那凶悍的战绩一时间投注者无数 相比于余生赵紫成来说 眼前这青年来的更直观也更吸引眼球一些 他身背所练缠绕的墓碑 而且身上还有有能量气息在不断扩散 一般人只有在即将晋级 进入下一次觉醒时才会出现这种反应 这也就代表眼前这看起来面容十分普通的少年 竟然即将二次觉醒了 一时间他的风头盖过了余生二人 也成了地下赌桩的热门选手 但哪怕收益很小 依然有大把的赌徒红了眼般的将赌珠压在墓碑少年身上 与此同时城内出现了这二级狗腰 守城的守卫如临大敌 准备通知墨学院高层前来收服狗腰 就在这时一个小姑娘哒哒哒的跑了过来 她大喊着大白快助手 不许伤害守卫叔叔们 同时对着守城护卫们深深锯了一躬 抱歉抱歉叔叔们 大白是我的觉醒物不是妖兽 给大家添麻烦了 守城护卫们大惊 十二三岁的觉醒物 那是真妖兽吧不会看错 但那妖兽眼中没有任何残暴反而充满灵智 而且她是不是可以算作二次觉醒者 又一个绝世妖孽啊 因为拥有妖兽做觉醒物 林小小也进入了地下赌装的眼里 甚至隐隐有种冲破第一的感觉 与此同时隐藏在暗地的邪教砸碎 也了解了新生的情况 那么她的目标会定在最弱的余生一组吗 这所学校是与醉成齐名的墨学院 要说醉成是痴妹亡俩的聚集地 那么墨学院就是所有顶尖天才的集结营 在距离入学考试的前一天 墨学院的大门就缓缓地关闭了起来 此时的林阁主和赵清一看着紧闭的大门直爆粗口 妈的邪教都被余生那个杂碎清理遍 现在来到这墨学院还关上了门 先看看情况 是谁这么大胆敢擅自关上城门 此时的城门篓子上一个少年高傲地俯视着下面的人 菜鸡们难道你们不知道 墨学院的考核在你们被邀请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吗 现在没进城的都将遭到淘汰了 哪里来的都滚回哪里去吧 一个穿着一身瘦皮一碗如从深山里走出来的野人 身高足足两米出头肌肉更是健硕 他举起了一个超大石块 对着城墙就丢了过去 顿时一个大窟窿出现城门上的青年都蒙圈了 我擦这哥们行啊 没想到今年还有这样的极品 感受到他的目光瘦皮青年怒瞪着 你瞅啥这样不行吗 而这一幕恰巧被余生捕捉到 余生远远地看着这一幕又看了眼墨学院的位置 墨学院的规矩就是没有规矩吗 隐约间他已经猜到了些许墨学院的想法 其实和醉成模式还是挺像的 随时都要跳出固有的刻板印象 做事不能循规蹈矩 往往出气才能制胜 余生若有所思地转身离开 直到夜深他靠着一个麻袋走到了大门口 仔细地检查了四周 并没有发现摄像头什么监控的东西 随后一个翻身跳了进去 在里面倒过了两个多小时才出来 又仔细观察了周围的环境才转身离开 只不过余生不知道的是 就在上方墙壁一直坐着一个人 这人一身睡衣仿佛睡过去了 身上没有散发出一丝一毫属于人的气息 更像是一件死物甚至连呼吸都没有 唯独眼睛睁着一直默默注视着余生的行动 直至余生离去着人才慢悠悠地坐直了身体 这小家伙有点意思 真狠啊 那么余生到底做了什么呢 都说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好 这并不是假话 赵紫诚这个二愣子上午十四点还在呼呼大睡 此时这耳的呼声将余生吵醒 他起身看了看身边的二愣子满脸的乌语 站在门口处的余生仔细思索了片刻 最终还是喊了一句起床考核了 可赵紫诚没有丝毫反应 余生拿出一个小瓷瓶打开 远远地丢到赵紫诚床上 随后果断转身出门 本来熟睡的赵紫诚 被一股浓烈的恶臭味熏醒 房间内顿时传来一阵哀嚎 好特么臭啊 不过半分钟赵紫诚跑了出来 余老大你是把屎拉我床上了吗 怎么这么臭 他知道余生可能有点变态 但没想到的是变态到这种程度 竟然玩爸爸 余生没有解释默默说了一句准备考试了 便转身向远处走去 赵紫诚茫然地看着手表 上面指针很清晰地指向了六这个数字 不是还有两个小时开始测试吗 而且就凭你的实力和我新开发的能力 咱俩一定会被录取的 根本不用去那么早啊 余生甚至没有丝毫停顿的准备 那你可以回去再睡两个小时 赵紫诚有些留恋地看了一眼房间 但很快就又想起了那股味道 连有些发力 小跑着跟上余生脚步 此时的墨学院门口已经站满了人 就在这时大门缓缓打开 只见一个穿着睡衣一脸朦胧的男子走了出来 他自顾自地说着我叫许原青 是这所学校的老师 不过相比于老师来说我更喜欢做老板 所以你们可以叫我许总就可以 现在进来吧准备今天的考核 说着他让开了位置 细数着进门的心声 直到剩下最后三人使许原青动了 虽然还是那慵懒的状态 但看向这三人的目光却十分明亮 你们被淘汰了 三人脸上都带着些许茫然 不过很快就变得愤怒起来 凭什么给我们一个理由 只有戴眼睛的少年没有声张 而是从兜中掏出一张银行卡 偷偷地塞到许原青手里 许总我有钱 这卡里有我的一点零花钱 我愿意不要分红免费投资给许总的公司 许原青眼神有些玩味 零花钱不知道是多少 也没多少就是五十万而已 前三位密码是147后面的 等我通过考核一并奉赏 许原青的眼睛彻底明亮了起来 身上那股慵懒的气质都消失不见了 像是看到好哥们一样搂住了青年 不知兄弟怎么称呼啊 孙文 我爷爷是莫格十老之一的孙英雄 许原青一听更加靠谱了 欢迎孙总加入我们莫学院 您的到来必定让我们蓬毙生辉 这八戒的样子 直接让另外两人大怒不已 训思舞弊 我要去教育署告你们 这绝对是最狠的学生 深冬淡夜在学校埋下12斤TNT 此时的莫学院门口 孙文光明正大的贿赂老师 被拒之门外的同学大怒不已 声称要去举报 可许原青可不管这些 孙总请入队稍微委屈一会儿 余生却觉得这操作理所当然 昨天明明已经提前封城了 长点脑子的都知道 今天要提前过来排队 不来的是因为蠢吗 而且这个孙文能在第一时间 想到用钱解决问题 恰巧证明了他的思维灵敏 预示有及时的应对反应 难道是因为这个因素放他进来的吗 可当他看到许原青那财迷的眼睛 余生知道自己想错了 或许钱多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也有起早排队愤愤不平的同学 他怒喝着许原青 难道墨学院的入学名额就只值50万吗 都说这里绝对公平 现在看来真是太让人失望了 许原青淡定的将银行卡揣进都内 这位小哥 难道你有50万吗 少年趾高气昂的表示没有 但是等我到你这个岁数 50万我连看都不会看上一眼 很好很有骨气 接着对食堂喊了一句 谁替我把他送出去 奖励一学分 几乎是瞬间 从食堂内跑出一人 拎着赶面杖 对着少年的后脑勺就来了一下 连带着收尾工作一条龙 老师下次有这种生意记的叫我 大不了咱俩学分55分 此时围观的同学都震惊了 这不是上一届镇安省的第一名优等生吗 区区一学分竟然让他这样 不会是废了吧 另一人却下得满脸冷汗 你不会是瞎了吧 就刚才那伸手最起码是四角 甚至五角都有可能 听到他们俩的窃窃私语 许原青走了过来 你们俩是有脾气的吗 如果是的话 我正好筛选出来一批 免得浪费时间 大家同一时间选择无视了他的看法 就在这时余生走了出来 老师我能不进行考核直接入选吗 许原青顿时答应了下来 最成来的余生是吧 恭喜你现在是墨学院的正式学员了 赵紫诚猛逼了 卧槽不是吧这都行 其他人纷纷上前效仿 老师我觉得我也可以直接晋级 许原青里都没理他 来人抬走他被淘汰了 人家余生同学在学校里至少埋了12斤炸药 我要是拒绝他的话 墨学院直接就没了 你们都得跟着陪葬 什么都不懂来下根什么方 说着他将目光看向了余生 小子你就不怕我昨晚上把你埋的炸药都拆了 余生却对自己的大佐很有信心 通过我这几天的观察 其实墨学院就像是醉成一样 只要我不真的按下起爆器的话 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许原青顿时来了兴趣 看来明年应该试着从醉成挖几个好苗子 比外面这些二愣子强多了 新生入学第一天 就将老师耍得团团转 许原青早早的就发现了余生的小动作 可他选择了无视 因为余生这种别具一格的思维正是墨学院的风格 他捏着下巴开口 我有点好奇 如果刚才我拒绝你的请求并且将你淘汰 你会不会按下手机的起爆器 并不会 因为按下去的前提是他能炸 许原青懵逼了 啥 你的意思炸药是假的 绝对不可能 我明明闻到了火药味 余生从兜中掏出了一个鞭炮 根据墨格刑法规定 私藏枪之火药的话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除五到十年有期徒刑 我只是随身携带了点爆竹撒在上面 许原青这才反应过来 直呼余生无耻至极 旁边的大喇叭却突然开口 许原青监考不力扣武士学分 一时间许原青眼睛都开始变得红了起来 恶狠狠地瞪着余生 如果不是这家伙戏耍自己拿武士学分 根本不可能丢 余生是吧 我记住你了 希望未来的三年里 你能在墨学院愉快地生活 今天哪怕没有炸弹那回事 我也会让你入学 不然这仇我可怎么报啊 下一秒他将目光死死盯住 剩下的四十多名学生 如同穷疯了的恶狼班 就指望这些人回回醒了 下面我们进行第一轮考核 请你们务必相信我 作为一名被资本力量刚刚剥夺过的穷鬼 每台走你们一个人 我都能赚他的零点八学分 而且我可以保证 今年考核将会是最残酷的一年 说着他将目光看向了余生 第一场考核内容 和余生进行1v1搏斗 输者直接淘汰 余生同学你作为这一届 最先入学的大师兄 帮着老师调教调教后加入的师弟 我觉得这是一不容辞的吧 余生却像看二愣子似的看他 你就不怕今年只有我一个人入学吗 许元清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我们墨学院讲究的就是宁缺无烂 哪怕一个学生都没有也无所谓 余生表示知道了 原来墨学院招生数量 其实都是无所谓的 重要的是看质量 许元清不怀好意地应笑着 当然了 同时心里暗暗腹黑 我这计划堪称完美 不仅能光明正大的报复这小子 还能控制升学率简直是一箭双雕 可他万万不知道余生的阴损 只见余生拿出了个马 一万块我可以放水 现金扫码都可以 如果你们想尝试打赢我的话也没问题 但我已经入学了你们却还需要考核 所以我输得起你们不行 赵紫诚当机立断 我被年轻人当以无敌之资镇压同代 我承认你很强 但是我要挑战你 说着他冲到了余生面前 拿起手机支付一万元成功 余生顿时装出一副难受的样子 好 好强啊 光是气场就压得我喘不过起来 直接倒在地上不再起来 许元清气急败坏 够了你们两个 真当墨学院是娱乐场所吗 光明正大的作弊 更多的是心疼那一万块 自己怎么没想到这个办法 就在这时大喇叭再次开口 考核内容一旦定下不许修改 否则的话扣除监考老师三年工资 许元清顿时愣了 校长你的老杂毛 纯心和老子过不去世吧 这个小肚鸡肠的老师为了报复学生 竟然公然在学校百类 只要有能力打败余生的新生 都将会被墨学院录取 对于他的刁难余生也有应对之法 想过关的直接扫码一万块 否则的话哪来的回哪去吧 砸城墙的大高个不服了 当即出来准备挑战余生 不如还是你直接认输吧 否则的话我怕出手太重 直接把你干残废了 余生没有什么反应 反是看了许元清一眼 许元清咧嘴一笑 那还等什么呢赶紧开始吧 话音刚落余生也动了 只不过一个呼吸间就闪到了巨人身后 原本还憨厚可居的壮汉 眼睛瞬间变得血红起来 哪怕失去了余生的位置也魂不在意 隐约可以看见一道道红色纹路 在体内泛起光芒 他用力跺了跺脚地面 都轻微地颤抖起来 下一秒仿佛察觉到了什么 他猛然转身 沙包大的拳头对着身后某一处轰去 可是那里已经空无一人 大块头一脸茫然余生去哪了 只有许元清脸上浮现出 一抹淡淡的笑容 这小家伙完美利用视野盲区吗 刚觉醒就有如此丰富的战斗技巧 明年真的可以申请从醉成 引进几名学员试试水的呀 大块头被戏耍得大怒不语 他当即蓄力腾空而起 地上找不到那他就到天上去找 足足三米的高空才看到余生的身影 随后由上而下 借着夏冲之势对余生一拳轰来 而反观余生依旧是那样的云淡风轻 一根长棍子从他身边缓缓浮现 就在这时大块头眼中出现了茫然的神色 一拳直勾勾地打在地面上 人也重心不稳来了个狗强使 余生缓缓走到他面前蹲下身子 一拳头砸在了大块头的脸上 疼得大块头嗷嗷直叫 余生顺势拔出一颗牙齿丢在地上 一套动作十分熟练 仅仅用了不到三秒钟的时间 许元清摸了摸下巴盯着余生 这小家伙有点东西啊 遇到攻击丝毫不慌 出手干净利落 甚至连对手的后路都给断了 比上届的一些老生强多了 他缓缓开口就要宣布余生胜利 就在这时大喇叭再次发出了声音 这大块头其实也不错 做个交易 你认输的话我出一万块给你 余生虽然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但是能随便扣许元清的工资 那就绝对不是一般人 一万块是我动手之前的价格 现在我已经出手了 想要我认输的话 得加钱 学校招生公然百类 赢得留下输的滚蛋 余生三下五除二的解决了一个大块头 监考老师就要宣布淘汰的时候 大喇叭突然插话 余生小子你认输我支付你一万块 余生想都没想的就拒绝了 早告诉他们直接扫码 偏要试试我的绝火 现在得加钱 不一会喇叭传出声音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两万如何 从许元清老师的工资里面扣出来给你 余生没再动手 点头同意了这个价格 可许元清不乐意了 你们俩个的交易 凭什么从老子的工资里面扣啊 他越想越起 就算你是校领导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吧 信不信老子一把活把你这破学校都烧了 许元清那咆哮声在校园内的操场上不断回响着 喇叭却突然说了句话让许元清无力反驳 就因为我是副校长你是老师 所以我的话就是规矩 你有什么问题吗 许元清被气的攥紧了拳头胸脯上下起伏 咬牙切齿的憋出了句没有 一旁围观的吃瓜同学都觉得不可思议 根据他们的了解 这个老师似乎小度鸡场的 为什么面对个喇叭竟然选择认怂 而且听这个意思那头的是副校长 副校长亲自捞人还顺带坑了老师 这抹学院还真是刺激 许元清听到他们的议论声猛然回头 别在那下讨论了 下一个谁上 就在这是一个扛着墓碑的少年缓缓走上前 余生歪着脑袋开口到这次得三万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墓碑少年表现逐渐变得冰冷 轻轻抖了抖手臂铁链滑落 墓碑重重地摔在地面上 地板被砸得粉碎 这时高高在上的副校长又一次插话 刚刚忘了说 那傻大哥捶坏的地板由许元清负责 身为一名老师没有保护好学校的财务 要扣十学分加工资 许元清再也忍不了了 回身丢出一块石头将喇叭砸得粉碎 老子真是受够你这老东西了 接着他回头又怒斥着墓碑少年 小贼你要是敢砸坏地板 我就把你给砸了 这时在一旁的孙文突然开口 没关系放心大胆地砸 我有钱 如果你能将他重伤我另有孝敬 许元清都直勾勾地盯着孙文 下意识地搓了搓手 如果没记错墨学院 已经好多年没来过这种神号了 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有了孙文都抵墓碑少年打法越发凶悍 那墓碑在半空中不断滑过 很快就将余生逼到了墙角的位置 就在这时余生手中 突然多了个小巧的遥控器 他对着按钮毫不犹豫地按了下去 一阵剧烈的轰鸣声 也随之响彻整个墨学院 墓碑少年有那么零点几秒的迟疑 余生抓住机会 从怀中掏出余线 紧紧地缠绕住了墓碑少年的脖子 余生入学第一天就杀疯了 墓碑少年利用武器的优势 将余生逼到了角落处 只见余生掏出遥控器直接按了下去 这样的爆炸声下的墓碑少年猛然回头 就在这短暂的瞬间余生动了 他掏出余线 将墓碑少年紧紧锁后 手上用力直接将他来了个尸首分离 墓碑少年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他不敢相信这一切是幻觉 因为刚刚他明显感觉到了余生的杀机 余生带给他的压力就像真的被割喉了一样 回过神的他仔细打量了一下学院 没有发生爆炸 而且刚刚的声音好像是从音响内发出的 趁着我被爆炸声吸引分身 突然发动觉醒物干扰我 然后强行突袭 而给我带来死亡危机的 应该就是他手中的那根细线吧 此时的余生看着手中的余线沉默 刚才全凭肌肉记忆差点失手杀了他 学们纷纷不解 刚刚墓碑多好的机会啊 他刚刚有机会晋身 为什么不用拳头或者匕首解决 那样的话他就赢了 可他们并不知道余生觉醒物的威力 许元清听到他们的窃窃思语摸了摸下巴思量着 这几个心生眼力不够啊 而且战斗经验明显不足 连这么简单的迷惑状态都看不出来 不过倒也没必要直接淘汰 先让他们死上几次看他能不能练上去 墓碑少年大大方方的承认自己输了 不过他还想再试试 可没钱赚的生意余生才不会去做 没有钱打着没意思 这时粉碎的喇叭突然再次发生 这人三万交一步 然后再打一场再给你三万 还是从许元清的工资里扣 余生不干了 他有点危险 五万 此时的许元清养天痛哭 妈的看来我收了五十万的事情 被这老家伙知道了 要是不掏出来估计他不会收手的 价格再次提升 余生也做好了开干的准备 而墓碑少年也不拖沓 我并不是觉得自己很强 只是我还没动用出自己真正的实力 所以我只出一招 无论输赢如何 我都承认你比我强 说着他咬破了自己的手指 在墓碑上专心的写着什么 余生可不想浪费时间 他拿着弓弩对准了沐宇的脑袋 你再写我就扣动扳机 不信你就试试 沐宇一脸的懵逼 属于两位天骄的战斗 不应该是这样的呀 怎么有点不将五得 许元清直接给他判了死刑 妈的看走眼了 沐宇这小子战斗经验差 而且死亡率极高 现在看来余生有大概率能活到毕业 可以尝试资源清洗了 接着他对着空气说 这小子不值这么多 老家伙你判断错了 这笔钱你自己出 不然的话我就去教育署告你去 大喇叭回应着你说的对 他确实不值这么多 不过我现在看你很不爽 从现在开始你被教育署除名了 许元清大怒不以凭什么 就因为我是教育署署长 而你就是一个打工仔的命 这是索天才云集的学校 可所谓的天才在余生眼里 只不过是些明码标价的麻瓜而已 此时另一个天才上前叫嚣 余生看向这个麻瓜淡定的 喊了句这个五千 少年明显感觉到了侮辱 别人都是上万凭什么我五千 我堂堂的是第一台 不会输给你个醉成出来的小谷 可仅仅一招就被余生干费 孙文吐槽着走上前 墨学院最不缺的就是天才 接着他环顾着四周看了看 则则看这房子旧的 学院该修缮了呀 听说现在有一种新型设备 刚刚研发出来 可以调动体内细胞活跃度 更好的吸收腰筋 对了还有个设备可以初步检测 腰盒与觉醒屋的匹配程度 爱我也就开了几十家公司玩玩 钱多到没地方花客咋办啊 对了我的潜力还是久闻也不算是废 甚至没等余生动手 远处副校长的声音都变得尖锐起来 没有了之前的稳住 同学 布孙总 欢迎加入墨学院 恭喜你成为今年第二名通过的学生 希望未来三年内在墨学院 玩得开心玩得愉快 那焦急的样子生怕孙文跑的一样 孙文对着余生拱了拱手 承让承让 随后便站在了余生的身后 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这让其他同学看不下去了 对着许元清说着不公平 先是这个余生莫名其妙的这特批入学 又是那两个家伙明明败了也被保下来 现在这么一个废物 就因为钱多你们也收 这就是人人争破头想进的墨学院吗 许元清淡淡的看着他发声 我觉得挺公平的 或许你们觉得我们是在维护这些人觉得不公平 但是未来他们死亡的那一刻 他们也许会想着 当初为什么不淘汰了他们 这真不公平 而且这世界上原本就没有什么公平可言 至少你口中这几个被我们开后门的家伙 你一个都比不上 最后说一次我墨学院的规矩就是规矩 留下或者走 被教训的小子明显不服 我留下 但是我不服 尤其是这个叫孙文的 他有什么能耐留在墨学院 许元清呵呵一笑 那你们两个恋恋吧 谁输的话谁就淘汰 孙文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既然他想比试就陪他玩玩了 而那人则是表现得有些心酸起来 打余生他没把握 但是打孙文这么一个仗着背景的二代混女绰绰有 可当孙文展现出自己的觉醒物他沉默 那是一定金灿灿的金元朦 在虚空中散发着金色光芒 尤其是上面已经镶嵌了两颗金石 甚至看能量所蔓延的程度 第三颗的距离也已经不语 少年呆滞了 他才一决 这根本不是他能触碰的存在 孙文笑呵呵的拍了拍他 兄弟我只是懒得打架 但不代表我就是个废物明白鬼 而且墨学院是不收废物的 随后他缓缓走到了余生面前 余生哥听说学长们个个都很变态 以后小弟在学校就靠你照照了 小弟别的没有 就是钱多 当所有同学都被明码标价 求老师的心理阴影面积 此时的余生没解决一个入学的新生 就会爆出自己的价码 然而让余生没想到的是 这个带宠物的软妹子竟然价格最高 校长直接开出八万的天价 求余生手下留情 余生本着有钱不赚王八蛋的原理 欣然答应 许元清看了看时间叫了第一轮测试结束 所有人可以吃饭了 不过你们只有三十分钟 如果蠢到没带食物的话 那就饿肚子吧 说完自己拔腿就跑 生怕吃不上饭似的 可到了食堂他蒙蔽了 八菜全素没有一点荤腥 他看着一旁的学生直呼无耻 小兔崽子坚守自道真是不要脸 可学生却哈哈大笑了起来 许老师不然你以为 为什么医学分我就愿意来做饭 对了有道菜我下了解药话 是哪个你自己赌 毕竟八道菜呢 八分之一的概率 我相信徐老师你的运气还是很好的 说完这学生一溜烟的跑出了食堂 气得许元清咬牙切齿的 小兔崽子算你跑得快 这时余生走上前开始打饭 许元清注视着他提醒着 小子这是食堂的饭菜 余生有些茫然的看着他 对啊怎么了 我不是已经入学了吗 按照校规可以在食堂吃饭的 许元清想想也对 便拎着一个馒头走向了座位 此时孙文凑到了余生旁边 余哥你吃的这么大口 是知道哪个菜里有歇药吗 孙文鼓鼓囊囊的嘴顿时停住 也不知道该不该咽下去 但孙文也是一个狠人 犹豫不到三秒就狼吞虎咽起来 大不了一起闹肚子 蹲坑也有人陪着 许元清则是笑呵呵的看了余生一眼 还是太单纯了呀 他说只给一道菜下泄药就只给一道菜下了 似乎感觉到他的嘲讽 余生淡淡的开口 泄药在馒头里 那个学长和面的时候放了一粒红色的胶囊 许元清瞬间觉得馒头不香了 卧槽真坑 就在许元清气呼呼的时候 赵紫成小心翼翼的走到了他身后 见兮兮的伸进去脑袋 老师作为学生家属是不是有权利在食堂吃饭 许元清完未说到哪种家属 赵紫成认真的思索片刻 余生是我依父依母的亲兄弟 本就在气头上的许元清正缺个撒气的出气筒了 他满脸阴沉的喝道吃你妹啊 一拳轰在了赵紫成的觉醒屋上 可紧接着许元清愣住了 二愣子傻人有傻福 在所有人为新生考核烦恼的时候 赵紫成主动找到了许元清 此时的许元清正在气头上 一炮子轰在了赵紫成的觉醒屋上 可接下来轮到许元清懵逼了 轰在赵紫成身上的拳头正源源不断的返回能量 许元清愣愣的想着 这要是给我打一年的话能直接提升一个境界 他忙对着远处的赵紫成摆摆手 大宝贝快过来 刚刚那是你的觉醒屋吗 你叫什么来着 赵紫成忙不迭的自我介绍 没错这就是我的觉醒屋 许元清坏笑的摸了摸下巴 对着赵紫成又是一拳投销了过去 接着又是一醒 没错就是这个感觉 每打一拳都会有一部分能量反馈到我的身体 从而增加我现在的修为 恭喜你杀带凶 我宣布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墨学院140届第三名学员 对你这种真正的天之骄子来说 墨学院不应该对你设有考核 这简直就是对你的侮辱 我为我之前的有眼无珠而道歉 希望你不计前嫌 在正式入学后成为我名下的学生 老师一定带你成为整个墨学院 甚至整个人族最优秀的几两 看着打饭去的赵紫成 许元清嘴角泛起一抹抑制不住的笑容 这沙袋也太实用了 当他不自觉地吃下一口馒头 顿时难受的馒头大汗 卧槽 蟹药正在馒头里 他指着知情的余生警告着 蟹药在馒头里的事谁也不许说出去 不然的话老子直接开除了他 他坏笑地盯着走进来的老生 总不能只有我一个人中招吧 那岂不是丢死人了 友情提示菜里有些药 刘玉那小家伙干的 记住千万别吃馒头 与众心肠地说了一句 一领处还有些许的馒头残渣 人笑呵呵地点了点头 嘴里还随意地骂了几句 进入食堂却毫不犹豫的一人拿了一个馒头吃 甚至嘲讽许元清 许大脑袋这种伎俩片片心生就算了 我要是信你的话我就是傻蛋 妹子刚吃一口就发现了不对劲 卧槽馒头里真有毒 许元清在一旁不断地重复着 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啊 下药的是刘玉 众人争先恐后地向着厕所跑去 嘴中将刘玉十八代祖宗问候了个遍 许元清强装地淡定 以光速冲进了厕所 很快来到了第二场考核 而这次的内容很简单 打沙包 而目标沙包竟然是中午做饭的刘玉 所有人只能单独行动 只要在两小时内在他脸上来上一拳 并且录下视频做证据 就算是第二轮考核通过 如果谁能谈一下他的小项并录下来 就能直接被录取 这许元清真是记仇啊 这个老师为了报复学生 竟然发布了一条悬赏任务 只要哪个新生给照片上的家伙一巴掌 或者谈起小项一下 就可以当场通过新生考核被学院录取 此时操场上的新生们三三两两的研究办法 毕竟能进墨学院的老生实力都无庸置疑 而许元清将目光投向了 已经通过考核的余生三人 换做是你们的话 你们会怎么做 孙文想都没想地撸起了袖子 打一拳十万 谈一下小项一百万 许元清眼睛都直了 草率了 早知道不让他这么早入学好了 这才神爷是真有钱多坑点好了 随后他又将目光看向了余生 小子要是你呢 余生先是询问了对方的实力 许元清认真地想了想 貌似也不太高 好像是四觉 不过被我为了泄药 此刻应该在某个厕所 体力应该有所下降 余生一脸认真地想了想摇了摇头 四觉不好办的 如果可以杀人也许能容易些 不能杀人要很麻烦 至于杀人究竟怎么杀 不杀人又怎么办 他没说 赵紫诚信心满满地回答 我想只要让他打我一拳 他一定会被我迷住 许元清在一旁暗暗点头 如果这家伙掏出自己的觉醒物 给刘玉体验那么一下的话 别说谈一下你 特么就是拽拽都行 毕竟谁能拒绝一个人形练功器呢 就在这时林小小突然狂蹬而来 嘴中兴奋地喊着 老师老师我完成任务 接着他将录好的视频 摆在许元清面前 刘师兄就是在那栋楼 最深处的厕所里 许元清一论 不应该呀 就算是吃了谢要行动不便 也不该这么快被一个新生拿下呀 可当他看到视频懵逼了 只见林小小站在厕所门前 羞涩地询问着 小哥哥我可以谈一下你的小巷吗 刘玉都懵逼了 这什么特殊嗜好 林小小尴尬的嘟嘟飞 是许老师公布的第二轮考核任务 只要谈一下你的小巷 就能被直接录取 刘玉都要疯了 许大脑袋你当我是什么了 你这个禽兽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可林小小却再次要求 轻轻地打师兄一拳 这样的话第二轮考核也算是通过 而且我保证一点力气都不用 这乖巧可爱的模样 让单身二十年的刘玉遭不住了 鼻血上涌蹭蹭直冒 最终林小小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刘玉 许元清拿着手机愣了半天 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种结局 不过这也算是一种手段 当即宣布林小小通过了第二轮考核 随后他又对着树中偷藏的大喇叭开口 这刘玉是真的不行 因为对方弱小就选择了同情 这样下去他的小命要不保啊 大喇叭有点尴尬 藏得这么深杂还被发现了呢 这绝对是今年被坑的最惨学生 只因在馒头中下了泄药 导致他成了全体新生的攻击目标 先是林小小装可爱打了刘玉一巴掌 成功地通过了许元清的考核 现在又被拎着墓碑的墓鱼找上门 本以为会是一场惊天大战 没想到这小子学起了赵紫诚那一套 直接掏出手机转给了刘玉三万块 成功地录下了山巴掌的视频 许元清盯着手机上的录像不可思议 妈的又少赚了三万块 你可以了 最起码现在勉强的值三万块了 就在这时身穿瘦皮的大块头跑了过来 不过现在的他看着有点可怜 身上全是伤痕鼻青脸肿的如同猪头 但脸上却带着得意的笑容 俺打到了但是没拍到视频 许元清不耐烦地摇了摇头 没有视频算考核失败 大块头却憨憨地摊开了手掌 俺没录视频 但是俺打掉了他一颗牙 就是不知道算不算考核通过 一旁的赵紫成和孙文都懵逼到起立了 卧槽这个大块头不得了 他竟然打掉了四绝老生的一颗牙齿 大块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他当时在蹲坑 俺就冲上去了 不过学长真的很厉害 哪怕跌进坑里还能给俺打成这样 如果他下杀手的话 俺应该已经死了 许元清嘴角微微扯了扯心中 为刘玉莫挨了片刻 你也很不错 算你通过考核了 去和他们站在一起去吧 随后许元清又宣布让大家先休息一下 第三轮考核将在午夜十二点进行 不过这第三轮可是会死人的 如果觉得自己不行的就赶紧退出 承认恐惧和丢掉小命来说不算什么 随后又叮嘱余生三人 现在给你们分寝室也来不及了 就去我的寝室里面睡吧 表面上关心余生几人 实际心里腹黑的想着 今晚上那群老生肯定不能消停 他们发起疯来自己可顶不住 今晚上就靠你们三个小鬼挡在了 与此同时刘玉也从厕所爬了出来 他浑身上下飘着恶丑 脸上怒容清晰可见 妈的许大脑袋这个坑火 让我给新生当靶子是吧 千万别让老子带到机会 不然为你吃香 三个男人一张床 请问你会选择睡上面还是侧面 不知道你们会怎么选 反正余生选择出去睡 看见余生走后 孙文对着赵紫诚开架 给你三千块 今晚上你睡地板 我睡床怎么样 可赵紫诚虽然愣淡不傻 于老大这个时候离开肯定有原因 莫不是那些中午叫嚣的老生 要报复徐老师来了 想同了事情的原委 赵紫诚对着孙文摆摆手 徐老师您休息吧 我帮您把灯关了哈 孙文有些懵逼 这儿愣子怎么回事 徐老师不是带人出去考核了吗 真是莫名其妙的 果然在赵紫诚按下开关的那一刻 几道身影刷刷地 从他身前冲进了房间 不一会就传出了 孙文的不断哀嚎声 赵紫诚黑黑一笑 拿出一个臭气化合物丢进了房间 随后死死地堵住门房 口中不断默念着孙老板可对不住了 很快房间中的老生发现了不对劲 挨打的不是许大脑袋 争先恐吼地要出来 赵紫诚却威胁着 几位师兄师姐你们可想好了 破门而出的话可是要扣学分的 不过你们若是答应我个条件的话 话还没说完 赵紫诚的脚下就出现了一团黑色能量 紧紧地将他脚踝缠住 赵紫诚整身体煞时间变得呆滞 不受控制地打开了房门 直到几名老生从房间内冲了出来 赵紫诚才恢复了正常 孙文鼻青脸肿地从房间爬了出来 赵紫诚你个王八蛋 你磕磨坑老子 学姐更是一脚将他踹进了臭味熏天的房间 若是要赶出这个门的话 老娘打折你们的狗腿 这时的孙文大声地发泄着 二愣子你是不是有病 非得和这群老生过不去干啥 赵紫诚却说白天遇到副校长了 他说搞一个老生奖励失学分 哪怕是失败了也有一学分 挨揍的话更是两学分 而且这是长期任务 你必须得融入进来 要么揍人要么挨揍 处处明哲保身的话 只能沦为平庸的废人 孙文一时哑口无言 而赵紫诚的话 也被门外的老生们听见了 这小学弟挺上道啊 便将二人放了出来 准备再奖励他们一次 可赵紫诚却自豪地说 学姐你信不信 总有一天你们会求着我给你们打 学姐还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 不用求我现在就打你 一拳过去他震惊了 能量不断地从他拳头向身体汇聚 赶忙召唤身边的小伙伴 一起对赵紫诚实施暴行 而此时躲开的余生正蹲在草地旁 询问着面前的喇叭 最多能搞到什么程度 喇叭小声地传达着 只要不出人命 随便你怎么玩都行 这事所只要不搞死 那就随便搞的学校 校长鼓励学生们互相打架斗殴 并且给予学分支持 同时大喇叭还诱惑余生快点去搞 自己还兼职江城警卫司司长 你就算统估出点什么大伙来也不犯了 一直都听说醉成出来的人都贼屌 他想见识见识 恶心到了一学分 吓到后爬二学分 受伤十学分 余生心领神会 那要是重伤的多少 一百学分 余生在老生宿舍安装了十公斤TNT 他看着手中的起爆器不由地想着 这次应该能赚不少学分吧 而此时的赵紫诚被学长拳打脚踢了一晚上 身体已经被掏空 孙文迷糊地睡了一夜 只是旁边的赵紫诚喊得太大声有点吵 而几个老生边走边议论着 记得食堂里看到的是三个新生 看来这个沙袋小子明显是故意找打的 拖着咱们几个给他另一个同伴制造机会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此时的赵紫诚也来了精神 等着瞧吧 真当小爷可以被白嫖的吗 随后他拿出手机阴险地笑着 不在你们身上赚个几百学分的话 可真对不起小爷我血腥双煞的名头 收到信息的余生早就埋伏在了大喇的旁边 老生学姐刚推开房门 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在回来的路上几人已经分析了 余生一夜未归 而几人都在许大脑袋的寝室 那么余生最有可能的就是到他们的寝室做手脚 几人对寝室进行了彻底的扫荡 最后在床底下发现了炸药 几人不由地吐槽着 卧槽真特么狠 这批新人都是疯子吧 连炸弹都敢用 万一那些老东西失手咱们全得死 眼看着定时炸弹还有十多分钟爆炸 几名老生赶忙躲到了外面 准备守株带兔 然后将余生吊起来大谢八块 就在这时轰的一声寝室方向发生了爆炸 刘玉整个人都压麻呆住了 卧槽他这炸弹真牛皮 竟然是剩下十分钟的时候炸 这要是玩走一回就凉屁了 此时大喇叭的声音充斥着整个学校 三年级老生一人 二年级老生三人英蠢殉职 每人扣除一百学分 行凶者余生赵紫诚 两人目前累计学分四百分 赵紫诚顿时菊花一几 我就知道这老家伙在搞事情 妈蛋的 未来两年我们在学校要完蛋了 余生却转身走去 别慌 我们还有学分没拿呢 两个新生刚入学就炸学校 校长不仅不制止 还兴奋地奖励学分 余生利用炸药将老生寝室炸了稀巴烂 校长当场奖励四百学分 这也造成了余生和赵紫诚在学校里出了谋 流浴气得牙痒痒 这两个小崽子 特么倒计时还有十分钟的时候炸药就炸了 真特娘的恶心 就在这时他闻到了一股刺鼻的鱼腥味 还略微有点微甜 紧接着他眉头紧皱 卧槽竟然是迷药 话音刚落几个老生扑通地倒在了地上 地旁的学姐像是早就撂到了一般 小子你就不怕我把你们通吃吗 余生却呵呵一笑 打我没有学分拿 这可划不来 同时对着操场喊着 老师这次行动的学分 我自愿分给这位学姐一半 地旁的赵紫诚按耐不住兴奋 余老大这次换我来打 你在一旁给我录个视频 对了尽量把我拍得帅气一些 余生看着二愣子一时无语 如果你活够了的话 我恰好认识一名杀手 他或许可以帮你解决 至少可以让你死的不那么痛苦 可赵紫诚却直呼我想看了 他们充其量今年打我一年 第二年我也是老生了 用一年的毒打换一辈子的帅 太特么值了 说着他拿起手中的木棍 墨学院毕业的以后一定是人族的英雄 到时候我再把这段视频发出来 哈哈哈哈 想想就非常牛逼 说着对一名老生来了一棒子 就是你刚刚打了我二十拳是吧 还有这个特么的不要脸的踢我当 说着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于老大呀 接下来的一年里你可得多照着我点 说着查看余生录下的视频 于老大这是不是有点模糊 快给我补录一下 一旁的学姐都看懵逼了 这些新人这么不怕死的吗 随后余生摆了个OK的手势 已经摆放好了可以开始了 赵紫诚出现在了摄像机内 大家好 我是墨学院第140届的新生赵紫诚 这是我的学长刘玉 刚刚被我放倒 现在我要对他进行赌刀了 大家记住对付学长一定要稳准很 此时一旁的学姐问着余生 你就不怕和我合作我坑你 余生却摆了摆头 只要把墨学院当成罪诚来玩 其实挺简单的 因为这里除了不能杀人以外 其他的和罪诚一模一样 学姐赞赏了一句 便询问着余生你那米耀还有不怪好用的 余生挟了他一眼没有了 这敷衍的语气明显让人不幸福 余生却转头看向了妹子 要有但是不想给 两名刚入学的新生 利用米耀干翻了三名老生 还不怕是大的拍照打卡 这让一旁的学姐都看不下去了 你们两个成长得真快 估计很快就会在学校里变得值钱了 先把你们养肥 到时候我亲自收割 赵紫诚在一旁爽歪歪 兴奋地问着余生 与老大接下来咱们去干谁去 要不要试试弄一下校长那个老家伙 赵紫诚融入环境的速度很快 不过短短一个小时 他就已经不再满足于干掉几名学生了 而是将期待的目光 放在远处那大喇了身上 余生表情复杂地看了赵紫诚一眼 迅速拉开距离 表明自己和这家伙没什么关系 赵紫诚还没反应过来咋回事 一股能量威压自校园深处传来 赵紫诚直接跪倒在地上 无论如何也站不起来 随后一个摄像头般的东西 缓缓从地面升起 对着出球的赵紫诚 咔嚓地来了一张照片 而此时的监控室内 校长看着自己的杰作美滋滋 自语着晚点发群礼 让那几个老家伙 好好羡慕羡慕我的杰作 与此同时 许元清带着三人走了过来 嘴中嘟囔着真是没用 不就是考验你们两个 打个妖兽吗 结果被妖兽打得这么惨 看人家小小毫发无伤的 目语不由地吐槽 让一次觉醒的新生 独自杀二级妖兽 亏你说得出来 而且林小小明显 有一只二级的妖兽 觉醒不好了 随后许元清将他们 通过考核的 与余生几人会合 明天将要去参加 新生入学仪式 在参加前 你们记得写好遗书 这让大块头猛逼了 我靠什么情况 参加个新生仪式 竟然要写遗书 这是一旁的孙文 美滋滋的插着嘴 嗨嗨大家好 首先正式和大家 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孙文 我的爷爷是 默格什老中的孙英雄 下面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墨学院新生考核 借借不同 但新生仪式只有一个 登上服饰千里的镇妖关 墨学院成立至今 至少有63名学生 死于新生仪式 几人都下猛圈了 孙文却从怀总掏出了几个玉符 别怕你们今天有福了 我爷爷担心 我在新生仪式上出事 特意亲手帮我制作了 一些防护玉符 现在我便宜点 一百万一个卖给你们怎么样 墨语和大块头 兴奋的眼貌惊心 就连于生身旁的 赵子成都准备要一块 却被余生身手拦了下来 黑市法外狂图店铺 标价十万 内部渠道的话三万 如果提我一万块 就能买到 孙文顿时大巧 与老大你不地道 竟然透露商业机密 沐浴和大块头早已经暴怒 压得你个奸商 赶快把钱还我 新生入学第一件事 竟然是写一书 只要写的够感人 死后的抚恤经也越多 考核通过的同学们 一个头两个大 墨学院真是不一般 单单这奇葩的入学仪式 就要了半条命 许元清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 怎么你们怕了 现在退出的话还来得及 在小明面前尊严可算不上什么 几人都懒得搭理他的嘲讽 孙文突然眼冒精心地冲了上去 他盯着许元清的面包车一阵唏嘘 老师这就是咱们墨学院的牌面吗 这车什么牌子的呀 怎么车标我都不认识 是墨学院的特产吗 许元清连忙耍个帅 一脚踹在了车门上 也不是什么豪车 就是五星破面包改的而已 车门有点上秀了 怎么样帅气不 这骚包的操作直接让众人压麻呆住 和外表的豪华不同 里面破旧的很多是灰尘 座椅也都是那种脏兮兮的补 许元清对此却十分满意 大手一挥 被摔傻在原地了吗 别愣着了快上车 大块头是最可怜的一个 由于车子太小 被许元清安排在了沐宇的墓碑上 挽起了冲浪车 许元清一脚油门踩下 五星面包包改商务款急速而去 大块头被吓得直呼卧槽 屁股要着火了 行驶的途中遇到了同样前去镇腰关的林副阁主 他开着一辆限量版的兰博基尼 只是一瞬间就被许元清抄了过去 后面还有大块头不断卧槽的发音 这让林峰大怒 妈的抄车就抄车 你嘲讽我是什么意思 舒可忍奶奶不可忍 脚下强踩油门 急速的追了上去 很快两辆车同时到达了镇腰关 林峰怒气冲冲的看着面包车上的许元清 我说是谁这么玩命的踩油门 原来是没长脑子的许大脑袋啊 对于他的嘲讽许元清也不是吃素的 我说是谁在后面咬得这么紧 原来是喜欢骚粉的林怨仲啊 两人针锋相对谁口下也不饶谁 这让一旁的林小小满眼冒起了小星星 打起来打起来 看看谁更厉害 兰博基尼被破面包超车 还被人连连卧槽嘲讽 舒能忍审都不能忍 林峰脚下猛踩油门 与许元清一路狂飙到了镇腰关前 林峰下车呵呵一笑 我说哪来的傻子敢在我这个车神面前飙车技 原来是头脑简单的许大脑袋啊 许元清也不是省油的灯 这骚粉的车果然符合你这光明顶的气质 听说你被钟老抓去镇腰关当壮丁了 看来很快我就有机会吃你的喜了 林峰面对他的嘲讽只是呵呵一笑 至少我没像某人一样被吓得尿裤子 在学生面前出球让许元清顿时就怒了 你的眉毛的光明顶是特么在找死是吧 林峰也不服输 撸起袖子就要开干 两人针锋相对谁也不饶谁 今天谁用觉醒物谁就是孙子 直接当起了啦啦队 就在这时一旁看守的护卫急忙走上前 两位镇腰关境内静止动手 他们俩非常默契的纷纷转身 但是嘴上却不饶人 今天也就是在镇腰关前 我给你林峰一个面子 不然的话一定要打你个满面桃花开 林阁主没好气的开口 忘了当年我踹你裤裆那一脚了 随后便转身向着镇腰关走去 路过大块头的时候让林峰怒了 小子我记住你了 等你有一天上了镇腰关的时候 老夫就让你坐在城墙上 对着下面天天喊卧槽 喊得不洪亮就饿死你 大块头摸不到头脑 这是为啥呀 林峰没礼他走到了镇腰关守卫前 拿出了自己的信息卡 镇腰关老兵 原将北省莫阁分部副阁主林峰 奉命登镇腰关 守卫用手将林峰一顿拉扯 确定了一系列的程序后才将他放行 同时对着他肃然起敬 五等身后所占万家灯火 愿君平安归来 林峰同样的握拳放在胸口 心火不断 人足永存 转头又对着外面的许元清盯住 许大头再安逸两年就来镇腰关吧 三代那些老家伙们死得死伤的伤 我们第四代 是时候站出来了 这时候的许元清也不再准见 而是神情肃穆的点了点头 在镇腰关等我 随后他掏出自己的身份信息卡地上前 墨学院战斗戏教师许元清 带新生登镇腰关 完成入学仪式 这是人族与妖族的最后一道防线 人们称他为镇腰关 而在墨学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新生入学必须登临镇腰关 方才有资格成为墨学院的争争男儿 此时许元清带着六人走在关内的路上 解说这镇腰关铁律 十里之内没有特别允许的话 禁止乘车 一旁的余生却盯着手中的云勋徽章出神 就在半个小时前 负责看守镇腰关的侍卫要求 对余生进行安全检查 可作为罪成出身的余生身知人心险恶 这种检查如果你要杀我的话 我没有办法反抗 我的命不想放在别人手里 同时余生提出了个方案 你摸我的脸我摸你的脖子 这样一来我们就站在一个公平的立场上了 你看可以吗 守卫的职责就是安检 不配合的人一律按照邪教处理 掏出枪对准了余生 这样一旁的许元清一个头两个大 这小子怎么一根筋 神特么的公平 如果再放任他自由发挥下去的话 不打起来就怪了 他急忙对着看守的两人喊着 两位请冷静 他是一级云勋徽章获得者 今年十八岁还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 两位请高抬贵手 余生将自己的一级勋章地点的守卫 在经过简单的核对后 两名守卫肃然起敬 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相信勋章获得者 你现在可以先把手放在我的脖子上 匕首刀片什么都行 但是请你配合我的工作 余生思量了片刻没有进行任何动作 而是配合的进行了一系列安检 在心里对这类动作依然很抵触 但是余生尝试着去接受 确认无误后 两名守卫依然是宋凌峰的那句话 五等身后所占者乃万家灯火 愿君平安归来 随后在许原青的带领下来到了一处城楼下 这是新生入学第一步 灯兴火传成梯 此梯传的是人族傲伍 传的是心中不可磨灭的火焰 传的更是我人族敢于屹立这天地间 硬生生杀出一条生路的决心 在许原青的慷慨激昂下 众人脚步沉重地踩在了一个个台阶上 随之而来的是先辈们留下的种种印记 而许原青接着做着介绍 这普通的阶梯代表的却不普通 是我人族149年来用血肉刻下的史书 只为让儿等后辈明白何为人族 作为教师 一愿人族后辈人人如荣 荡平环与天下太平 二愿天下学子无需负重前行人人笑颜 就在这时余生目光灼灼地盯着墙壁上的一串文字 我刘青峰 愿持手中三尺剑锋 护我山河无恙人族平安 星火传承梯上每一个台阶 都是先辈们用鲜血留下的印记 墙壁上刻画的更是人族对和平的渴望 刘青峰的字带给了余生很大的感触 当他踏上台阶走到镇腰关上 不由地停住了脚步 一些老兵在不停地照顾着伤员 残肢断壁的伤员在一起却不见痛苦 而是在一起说笑着 老子干死了七个这条胳膊丢得不亏 另一人却嘟囔着 妈的我才弄死了三个 就被妖兽砸碎搞断了一条腿 真是亏大发了 照顾伤兵的却哈哈一笑 你们都滚到后方享福去吧 你们的丑老子帮你们报了 余生看着眼前的一幕 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刘青峰 原来这世界上像你一样的人有很多吗 这是一旁的许元清寻问着带来的学生们 怎么你们怕了吗 也是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如同我当年那样风流倜傥的 就在他想多吹几句牛皮的时候 身后传来了一道声音 想当年你第一次灯关就只会哭 而且还是上面下面一起哭 老夫坐镇镇腰关多年 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这摔样的 许元清当时就怒了 奶奶的 是谁在背后接老子的短 可下一秒他就怂了 当即化身舔狗扑了上去 忠老好忠老妙 忠老忠老呱呱叫 忠老一脸的无语 这末学院咋培养呢 反正总比尿裤子强多了 随后他将目光看向了一旁吃瓜的余生 陪我这个老头子到处走走 在两人走远后 孙文又搞起了小动作 看你们一个个吐了 不来点特效药的话 胆子都得出来 就在孙文要开卖的时候 许元清拦住了他 孙文却突然说 老师上次那张五十万的卡 我突然想起来第四位密码好像是零 受到威胁的许元清乖乖闭嘴 放任着孙文卖药 故意会卖出去了四颗价值十万的特效药 见此的许元清挑了一眼 这次不会是假货吧 放心放心 山下二十九一瓶买的安神药 保证真品 这让许元清恼怒不已 恶魔你这个恶魔 二十九一瓶你敢卖十万一粒 你真是该下地狱啊 随后许元清望着余生两人的地方八卦着 孙总你说余生和忠老是什么关系 忠老这个岁数有没有可能存在个私生子啥的 孙文刚想发言 突然一股能量起来 直接将许元清压的跪在地上起步来 远远的传来忠老的声音 让我看看谁背后说我闲话 这个男人嘴见的议论人族英雄 一股威压如大山般拍下 许元清直接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周围的学生不明所以一脸懵逼 许元清死要面子的嚷嚷着 看什么看 我就是站累了跪着歇一会儿 顺便提前拜一下林峰那个短命的王八蛋 这撇脚的理由估计只有许大脑袋才想得出来 他话音刚落林峰总一旁走了出来 哟 这不是上下一起哭的许总吗 怎么实力上不去 准备攀关系认干爹了吗 那也得距离忠老近一点了 不然忠老怎么会听得见 而且跪我的坟有啥意思 我就站在你面前享受你的膜拜 他话没说完 同样一股威压从天而降 林峰与许元清一样扑通的跪在了地上 赵紫诚在一旁憋得不能再憋了 不行 我要控制要控制 但是我实在控制不住了 赵紫诚痛苦地拿出手机 对着两人拍下了一张照片 听到声音两人杀人般的眼神盯着赵紫诚 赵紫诚也是不怕死 许老师 三十万我删照片 不不然我就发到咱们墨学院的官网上去 虽然赵紫诚第一次干这种敲诈的事情 但总是莫名感觉有些刺激 看孙文那点出息 只敲诈几个学生有啥意思 要干就干一票大的 许元清几乎是咬着牙吐字 好小子 我给你 等下了阵妖关我就给你 接着转头吩咐着他们 你们先去进行入学仪式第三项 帮后请医务人员运送伤员处理尸体 只剩下赵紫诚在原地不知所措 孙文都不得不夸赞他真猛 过了一会许元清突然抬起头 态度和蔼脸上挂着笑呢 赵紫诚同学我准备好了 你现在可以发到网上去了 要我给你摆个夫妻对败的姿势簿 这笑面虎的操作直接把赵紫诚吓傻了 把腿撒鸭子就跑 有人跟风导致业绩下降 他咨询者余生有什么新的办法 余生瞥了他一眼 你不会光盘上没打水印吧 不然你别做生意了 乖乖的做人族的战神得了 这让财迷的钟玉书怎么受到 那公司可是我的命根子 我不管 你必须给我想的解决办法出来 这顶级无赖余生也是没办法 他指了指一旁抬单价的孙文 你可以试着打劫他 他很有钱 钟老似乎很认真的思量着这个提议 就是孙狗熊那里有点不太好办 可紧接着他想起来了 那个和他抢生意的公司 正是孙文旗下的子公司 直接对着余生摆了白手 你这家伙大概率能在墨学院活到毕业 到时候来阵妖关历练历练 先回去玩去吧 随后走到了孙文面前 来来来小子 听说你那个金元宝公司 最近在弄一个新业务 妖兽突袭人族最后关卡 阵妖关战士从容迎战 许元轻见情况紧急 连忙带领着新生进行最后一步 走阵妖关的英雄道 同时开口 你们是不幸的那批遇到了妖兽突袭 但你们也是幸运的 因为老兵还在你们海小 他们将替人族守好最后一道防线 看到前面那个墨门了吗 现在全体墨学院140届新生下官 就在这时一旁的忠欲书 以及镇妖关上的英雄们 纷纷将拳头握于胸口 英雄莫问出处 哪怕持墨也是人族脊梁 这条路我走过 刘清风走过 老兵营那些人都走过 但我不希望有朝一日 你们走上那第二遍 图了满山群妖的事 第一代第二代 哪怕到了第四代都没做到 但我希望你们第五代 有一天亲手拆了这座官 望而等日后撞我人族 受到气氛感染 孙文几人嚷嚷着 要与镇妖关共存亡 却被许元清大骂白痴 赶紧给老子滚下去 我现在还没死呢 这里轮不到你们来手 马上下去官邸等我 赵紫诚还想争论什么 一旁的余生冷声说着 别添乱了 咱们先下去等着 见此的许元清叮嘱着大家 向前走别回头 好好看用心去领悟 这条路要更加血腥 颜色甚至已经被血染成了星红 上面每一句索刻的话 都来得让人惊心动魄 每一个字中都充斥着绝望与不甘 余生走在前面搜索着刘清风的笔记 却未曾看到分毫 他不知道刘清风走下 镇妖关时候是什么心情 不过刘清风所走过的路 或许风景很美 但是路的尽头是死亡 刘清风傻吗 他不傻 他只想为了守护人族 尽自己的一份力 直到走到了关底 镇妖关上的觉醒者们 正疯狂地抵挡着进攻的兽群 余生抬头望着若有所思 这里和罪成真的很不一样 他们真的只是为了撞我人族吗 妖兽突袭镇妖关 负责保护学生的老师 急忙让学生们下关 走末学院新生入学的最后一部英雄道 一路走下来已经是夜晚 赵紫诚这个二愣子都变得有些沉闷 他走到余生面前叹息着 余老大你说我们每天修炼是为了什么 余生陷入了沉思 不宜会开口道 可能是为了身后的万家灯火 也可能是为了活着 赵紫诚低头自愈者 为了活着而活着 真特么可悲 但是怎么个活法才是好的呢 有的人窝窝囊囊 有的人生来潇洒 都是一辈子 刚才看着英雄道上的字 开始我觉得心里挺难受的 但是现在我想开了 老子这辈子要么不上去 但是只要上去了 就不可能从那条路下来 说着将他的觉醒屋召唤了出来 余老大你给我做个见证 等回了墨学院之后 老子一定要挨最恶毒的打 老子要一期绝尘 彻底的超越你们 一时间星空下广袤平原 少年的豪言壮志在半通中 不断回想久久不息 余生不仁打破他的幻想 拍了拍二愣子的肩膀 信心不错保持住 夜已深却不见许元清的踪迷 几人不由的担心了起来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传来 特么的 老子差点成为第一位 新生入学仪式上死亡的老师 真死了的话脸都丢没了 小子们 从现在开始正式欢迎你们加入墨学院 成为墨学院中的一员 相信现在你们也大体上 清楚墨学院所代表的 究竟是什么了 未来有一天希望你们能够用自己的身 去捍卫原族的平安 现在返校 话音刚落许元清重重的睡倒在了地上 看着倒在地上的许元清重人沉默了 只有赵紫诚有些蠢蠢欲动 安纳不住自己那在做死路上 越走越远的内心 孙文你的笔戒我用用呗 孙文疯狂摇头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赵紫诚慢悠悠的掏出了十块钱 孙文立马换上了一副笑脸 赵老板您请 只见赵紫诚在许元清脸上一顿涂画 随后又兴奋的疯狂自拍 自言自语着 这要是发到墨学院的论坛上 徐老师肯定成我陪练大军里的一员 简直就是赚翻了 随后背起许元清向着出口走去 可眼下有一个难题 谁都没有驾驶证 这车谁来开 这辆82年的破车做梦都没想到 有一天会被这样折磨 看到许元清回归众人 齐齐松了一口气 可由于战斗劳累 许元清直接睡死了过去 因此难题也随之而来 这车应该谁来开 余生第一个出来开口 高速路上无证驾驶7到15天拘留 我可没驾驶证 大块头倒是有驾驶证 但是他的个头根本进不去驾驶位 林小小是最气人的 我有大白就够了根本不需要驾驶证 而且我才13岁还没到考证的年纪呢 孙文也同时摇了摇头 我刚18还没来得及去考 而且我出门都是有专职的司机 就在这时熟睡的许元清土字不清的嘟囔的 我的车棉俭 赵紫诚愣了一下 接着转头说着 不就是开车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们不行的话我来 可他刚坐近就懵逼了 这咋是手动挡的 余生在一旁满脸黑线 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我能开这车 当然也只是能开走 沐雨刷的一下钻进了车里 同时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墓碑 我的大宝贝都被你弄刮花了不借给你了 你还是去车顶上趴着吧 大块头脑中金光一闪 对啊我咋没想到 这样就不烫屁股了 一跃到了车顶上 此时压力都给到了余生 他坐在驾驶位上神情严肃满脸的认真 轻踩离合慢给油 轰的一声车子发动 大块头还在车顶上庆幸着 这次好了终于不用吃这破车的尾气了 可不知深浅的余生突然一脚油门闷了下去 差点将大块头的老腰闪射 此时的余生满脸冷汗直流 眼睛盯着挡杆 一挡换二挡 二挡换三挡 三挡然后踩离合换四挡 余生就像被课文一样嘟囔着 吓得车里的人都齐齐地抓紧了安全带 老大你开车看前面看路行不行 别低着头看换挡啊 这人尼马换挡的时候 真就只看着下面不看路的 莫不是与老大疯了不成 余生也觉得应该看路 但是看路怎么换挡啊 就这样小破车载着几人 栽栽愣愣地出发了 这让镇腰关前的两名老兵 不由地担心了起来 他们这样没事吧 另一人想了想说道 这边都是荒地 他们肯定撞不到人 最多也就是把自己撞死吧 把单身30年老司机搞晕车 余生绝对是头一人 余生被众人赶鸭子上架 声色地操控着 八手破车跌跌撞撞的上路 真是一个敢开一堆人敢坐 余生再次嘀咕双手 下意识地要松开方向盘 车灯在哪 众人瞬间心脏提到了嗓子眼 他们都懂得了一个道理 对余生其他表现如同妖孽 也绝对不让他开车 车技是余生唯一的短板 伴随着砰的一声碰撞声 众人有惊无险地回到了 墨学院所在的城池 大家都为许元清默哀 令人尊敬的徐老师 最后财产在无声无息间报废 就这破车 休都不如买个新的了 不一会就传出了 许元清那发狂的咆哮声 我的车怎么冒烟了 余生 老子和你小子不共戴天 就在这时只见 刘玉摩拳擦掌的 从学校里走了出来 赵紫诚是吧 趁老子晕倒了拍特写 今天就让学长教教你 花儿为什么这样哄 赵紫诚闪身躲到了 许元清的身后 许元清摆了白手 阻止刘玉行凶 好了对学弟们有好点 等我给他们分完宿舍 你们再解决矛盾 刘玉面无表情地 拿出手机贴在许元清面前 手机上是墨学院论坛 热度最高 甚至默默被管理员置顶的帖子 只有一张照片 照片中 许元清紧闭双眼脸上 画满了故事 赵紫诚就站在一旁脸上 带着那阳光大男孩独有的笑容 这下轮到许元清沉默了 轻拍了拍刘玉的肩膀 下手尽量重一点 除了是老师给你兜着 赵紫诚见识不好撒腿就跑 边跑边嘲讽着 来呀孙子们来追我呀 我要是喊巨疼 我就是你们爸爸 许元清无奈地摇了摇头 多好的孩子 咋就这么喜欢做死呢 随后许元清带着学生们的档案 来到校长的办公室入库 副校长一脸的无奈 你不会敲门啊 扣个三学分 许元清连最后一辆车都没了 现在是典型的老赖 随便你扣 你若是在老子账户上 能找到一学分的话 算老子输 不然你借给我点让你扣着玩 副校长也是扶了这个老赖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许元清将一打资料甩在了桌子上 新生资料入库 完事了我好带着他们挑宿舍 副校长脸上一点点的溢出了冷汗 就呆呆地愣在原地不动 这让许元清懵逼了 瞅啥那开机办事啊 说着蹲下身子就去开机 可他没注意到副校长脸上的汗水越来越多 许元清摆弄了一下 发现显示器的连接限调 嘴中嘟闹着让你平时多学点 新科技就是不听 限调了都不会插上 可当显示器亮的时候 他愣住了 上面正播放的七才小仙女代表正义消灭 许元清卧槽了一声 没想到你还有一颗少女心 满头白发的副校长 却盯着七才小仙女的裙子乱看 许元清做梦都没想到 在这老头电脑中能看到这个画面 副校长突然极其愤怒地怒拍桌子 是谁这么可恶 怎么能在老夫的电脑里面 放七才仙女这种幼稚的动漫 许元清在一旁嘖嘖称奇 老家伙你是怎么知道 这个动漫叫七才仙女的 副校长很快反应过来 你在说什么胡话 真是修与你为伍 别扯些没用的了 还是先解决新生资料入库的问题吧 千万别让孩子们等急了 看到他的模样 许元清记上心头 附和着说副校长您说的对 不过老家伙咱俩都这么熟了 你和我装毛线 都被我撞破了还能吻如老狗 不过我也不是那种不讲究的人 把扣我的一百学分还我 再额外补给我一百学分作为奖励 这时就算了 不然的话我这嘴可不一定有把门的 到时候我可代表正义与魔法来消灭你 受到威胁的副校长顿时炸毛了 够了够了 赶紧滚去教务处领去 不过墨学院的规矩你应该清楚吧 同一件事你只能敲诈我一次 待许元清关上房门 副校长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特么的老子的学分可不是那么好拿的 今年你要是能拿到一分钱的工资 算老夫这辈子白火 他起身关闭房门 这次更是警惕地将门直接反锁拉上窗帘 再次笨拙地找到了那部动漫 点开看着 嘴角还露出一抹傻笑 或许这就是二次元的魅力 与此同时的腰狱 邪教偷袭学校失败后 便派遣神女来腰狱进行求援 不多是一道人影从黑雾中走出 此人中年白发双眼深邃 不知万神叫神女来我则山有何贵干 看着眼前这人邪笑笑嘴角笑容更盛 只不过眼中却带着一抹玩味 季红你果然还活着 背叛人族竟然还能活着也足以令人惊叹 邪笑笑向前两部身体几乎贴在季红身上 怎么人族当年鼎鼎大名第四代默契崛起星宿 被誉为最有可能扛顶四代的人 如今也只能靠着则山苟延残喘 季红向后无声退了两部自身融于黑雾当中 神女远道而来只为了嘲讽计谋两句 那就恕不远送了 见她来真的邪笑笑也不再开玩笑 端庄地对着面前的山头攻了攻身 万神叫神女求见相有大人 那么他们的此次会面 又将有什么阴谋针对人族呢 坑外人不如坑狂幼 在孙文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件破衣服被她卖到了五万块 大块头不仅没意识到自己被套路 甚至还以为占了大便宜 邪教的神女邪笑笑拜访妖狱 在季红的带领下 不多是一颗硕大的舌头缓缓探出 她阴冷的双眼注视着邪笑笑 你万神叫还敢来我妖狱 上次杀忠玉书的事还没有个交代呢 这声音冰冷中还带着一丝怒火 邪笑笑收敛笑意神情变得正重 她连忙解释着 香柳大人那只是意外 这种事物我邪教绝对不会发生第二次 如今忠玉书以重登阵妖关 对妖狱而言绝非好消息 但经过上次之事后 所有人都会确信我万神叫元气大伤 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看见的 如果妖族组织一场大战冲击郑妖关 而郑妖关后方江城突然暴乱 甚至墨学院遭受大举进攻 并且郑妖关上都有内乱 我想香柳大人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香柳并没有直接答应她 冰冷的眸子紧盯着面前这女人 我凭什么相信你 毕竟你也是人族 邪笑笑突然笑了 我万神叫只不过是在信奉神的旨意 替神行走在这片土地上挥洒神灰坝 只要符合神的利益 人如何 我们是不在乎的 那舌头缓缓扭动看向季宏的方向 季宏眼中带着思索之色 过了片刻才轻轻点头可行 香柳没有在说什么 而是缓缓的隐喻黑雾中 这让邱笑笑猛了 季宏却突然开口 香柳大人已经同意了 随我来就好 邱笑笑怎么也没想到 一个人族在妖狱的分量有如此之大 甚至可以代替妖王做决定 这季宏到底是什么来头 而墨学院入学的新生们正在操场上集合 不过引人注目的是墨宇的石碑上 锁链被刷上了一层金灿灿的油漆 孙文健兮兮的碰了他一下 怎么样这效果如何 是不是成为全场最亮的仔了 而另一边大块头也换了一身新衣服 赵紫诚看了看前面写着蟒字 衣服加上大块头的肌肉还挺有气势 但是看到后面的肤子他无语了 他疑惑的问你这衣服哪来的 大块头有点害羞的挠挠头 这衣服是孙哥给俺专业定制的 原价三十万 看在同学的面子上就卖了俺五万 我可是占了不少便宜呢 这话一出赵紫诚满脸黑线 卧槽杀屌 这个财迷为了赚钱 将身边的同学都套路了一遍 卖给呆子一件小山五万块 随便涂了个油漆四万块 就连十三岁小女孩他都不放过 愣是把死亡八笔粉说成了顶尖潮牌 这让二愣子赵紫诚都看不下去了 你是不是有点太损了 孙文张口就来 一看你就是没对象的屌丝 小小现在都十三岁了该打扮打扮自己了 你看看这粉嫩的色号和他的裙子不搭吗 赵紫诚愣是没说出来一句话来 他掀开了自己的衣服 对着身上的防弹衣拍了拍 看了一圈还是我买的防弹衣有点用 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 余生走上前 与人对战的时候他们只会打你的觉醒 你这防弹衣是用来锻炼身体的吗 赵紫诚整个人都压麻呆着了 卧槽忘了这个事了 看到余生出来说话 一种无力感在孙文心中油然而生 自己怎么说也是一个合格的商人 但是余老大从来没在这里花过一分钱 赵紫诚几人纷纷盯上了坑人的孙文 压力给到了他身上 就在这时许元清走出来阻止 救了孙文的小命 他倾壳了两声示意大家安静 很高兴大家成为了墨学院的一份子 未来的三年内 我将成为大家的班主任 带领大家一起前行 他话音刚落 其他几人纷纷一副无语的表情 只有孙文在一旁捧臭脚 能有许老师教导我们实在是太荣幸了 相信我们追随老师的步伐 一定能够砥砺前行 成为人族未来的顶梁柱 这马屁吹得许元清是爽歪歪 当即拍了拍孙文 现在我任命你为140届班长 大家可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 老师可是很民主的 有不同的声音可以及时提出来 还不等大家说话 他就急不可耐地宣布 既然没有意见的话 那这班长的位置我可就交给孙文了 他平时会负责帮助大家 整理一些任务资料 而作为补偿 学校每个月会颁发给他10个学分作为奖励 话音刚落余声突然开口 等等 徐老师对于选班长 我有点不同的想法 我觉得我更适合这个位置 许元清猛逼了 自己可是和孙文说好的学分五五分赵 这余声出来干嘛 而且他不是对这些不感兴趣吗 实际余声是个铁杆财迷 他打量了一下周围的赵紫成等人 缓缓开口 我觉得他们都打不过我 孤傲的余声竟破天荒地去竞争班长 这让早就分赃均匀的许元清荒了 他连忙说选班长可不是比谁强谁弱 要有凝聚团队领导团队的能力 而且需要有宽宏的心胸高尚的品格 更是要有敢于牺牲的精神 这些你都具备吗 余声昂头挺胸 一副说的正是在下的样子 这让许元清一时想不到办法 选择不再看余声 而是转头对着孙文开口 我觉得咱们班也就孙文同学能做到 他话还没说完 就见孙文被围攻的满地找牙 这让许元清直呼卧槽 你到底做了什么 孙文被揍得脸红脖子粗 我就是卖给了家人点想要的 纯粹是自由交易 许元清顿时一个头两个大 看你被揍得这样 你特么肯定坑人啊 就在这时一旁的余声突然开口 我觉得似乎可以折中一下 既然孙文同学这么想做班长的话 那我就让给他好了 让他做班长学分分给我 在场的吃瓜的不吃瓜的都猛圈了 余声的脑回路还真是不一样 许元清受不了余声这种想法 脸色阴沉地威胁着 你到墨学院是什么地方 在这里反抗老师可是会死得很惨 赵紫成几人都被吓得瑟瑟发抖 余声却淡淡地回了具偶 这让许元清一个跟头栽到了地上 还很是拿这家伙没办法 一个月给我五个学分 我就答应你让你做班长怎么样 余声岂是吃亏的主 他一把拽过孙文 五个实在是太多了 要是孙文当班长以后 我每个月最少能敲诈他九个学分 在孙文那有些茫然的神情中 许元清已经开始带头鼓掌 好 成交 从现在开始孙文就是最新一届班长 并且自愿将每个月的十学分工资 分给余声九分 我这位辛苦的老十一分 真不愧是班长心胸就是宽广 让我们为他鼓掌 解决了班长的问题 许元清就给大家上了第一节课 那就是他去睡觉 每个人一天内赚够二十个学分方能完成任务 孙文在一旁黑黑傻笑 一群傻貌 不就是二十学分吗 两百万起不是轻轻松松搞定 就在这时许元清突然打破他的美貌 正式进入墨学院后 校外资金无法动用 在学校内吃饭训练 我这时就懵逼了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 为了转够二十学分 大家伤透了脑筋 沐宇提议大家去消灭邪教徒 正好一个二十学分 赵紫诚满眼小星星的目光看向了余声 余声却自顾自地走出了教室 我的学分早就转够了 见余声走了又将目光看向了赵紫诚 在新闻上看过你和余声两个人嘎嘎乱杀 不如我们一起去吧 赵紫诚满脸骚包地扶了扶头发 哎 你们没杀过人 我希望你们永远不知道那种感觉 实际心里慌得一批 乱杀都走了 难道要我和你们去找邪教的人嘎嘎吗 老师布置作业 一天内赚够二十学分 不然就收拾东西滚蛋 孙文文言不屑一笑 不就是二十学分吗 在两百万面前都是小case 余声更是洒脱的白白手 我诈学校的时候就已经有四百学分了 你们的计划不用带上我 剩下的几人大眼瞪小眼 沐宇突然提议 墨学院明码标价 一个邪教徒值二十学分 而作为有杀邪教徒的赵紫成 被沐宇当成了领军人物 可实际上赵紫成只是跟着余声拍照 哪里有胆子杀人 不过背得装下去 他骚爆的撩了撩头发 真希望你们永远不要体验杀人的感觉 不然的话会打破了你们的童真 相对于杀人来说 我更愿意用自身的痛苦换取学分 说着他就迈步走出了教室 还不忘回头轻蔑的一笑 你们好好想想 其实有很多种办法搞到学分的 没必要在花样的年纪犯险 随后他便那个大喇叭进行宣传 免费试打一小十亿学分 只限一天时间速来 路过的学长都不知道这学弟发什么神经 估计是脑子有问题吧 只有尝过甜头的跪求 兄弟选我选我 我包天 而沐宇还不死心 他继续对着大块头和林小小做着思想工作 我觉得我们并不差 哪怕没有余生和赵紫成他们两个 凭借我们三个的话击杀邪教徒也不是难事 林小小像看傻缺般看着他 大哥我才十三岁 你怎么能怂恿小孩子去杀人呢 大块头憨憨的挠了挠头 我也不去了 我是劣势家属入学就送了学分刚好够了 这让沐宇面色一求 一个有钱一个有叫醒悟 还有一个有学分 明明入学时候自己最拉风赔率最低 怎么现在搞得我好像是个废物一样 不过沐宇并没有放弃对付邪教徒的想法 与此同时邪教的人也聚集在了一起 每年的这个时候 墨学院新生都要赚取二十学分 而我们的身份刚好值二十 几乎就是点名了要他们杀我们赚学分 领头的邪教徒气得咬牙切齿 这该死的墨学院竟然每年都大肆屠露神教教种 这次必让你有来无回 这群邪教砸碎伪装成重伤 准备偷袭墨学院新生 可这次他们算盘打空了 网界的新生都把目标打在他们身上 而这届的似乎有点不正常 余生因为诈学校 直接被副校长奖励了四百学分 大块头烈士家属也有学分 孙文更是含着金钥匙出声 只要动动手学分自然就来了 赵紫诚是个招财猫 召唤初觉醒悟学分自己就送上门来 林小小靠着卖蒙也不犯愁搞不到学分 只有沐浴一脸的无语 自己要什么没什么靠什么没什么 他独自一人选择了挑战邪教砸碎 虽然受了一身重伤 但是好在完成了任务 可许大脑袋这个老师可没打算让他们这么消停 刚刚完成任务的众人还在熟睡 就接到了许元清发布的最新任务 追捕三次觉醒的逃犯 虽然这任务不限时间 但作为我许元清的学生三天内拿下 超时算任务失败 扣除每人二十学分 第二天一大早众人便聚集在了教室 可身为老师的许元清正在呼呼大睡 赵紫诚仔细看了下任务 便走到了余生面前 余老大你仔细看这个任务 三次觉醒者 而且只知道在江城 咱们可怎么办呀 余生似乎早知如此 只要找出来干掉就好了 这话一出惊呆了几人 大块头和沐宇更是卧槽脱口而出 不愧是余老大这就知道怎么干了 难道这就是顶尖天才的气量吗 哪怕知道对方是三次觉醒的强者 也不过是简单的找出来 干掉这么干脆利落 孙文健兮兮的碰了碰余生 余老大学院学生死亡率极高 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出任务 处于新手期的 我们不可能没有新手保护 现在作为班长 也作为未来三年内同行的伙伴 希望大家坦诚相待 说一下彼此间觉醒屋的能力 也做到心中有数可以吗 他的目光落在余生身上眼中带着息迹 他很清楚论公信力 自己绝对没有余生有分量 余生想了想说道 我说我是一次觉醒 你们信吗 众人都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余生 那意思好像在说 你这理由自己信吗 余生一副败下阵来的表情 好吧 二次觉醒 技能是隐秘气息和超短距离瞬影 众人却集体僵重 尤其是眼界最广的孙文 下意识验了口吐目 第二技能就是瞬影 哪怕只是超短距离 但关键时刻却是翻盘的一掌 这家伙是走了狗屎运吧 这个小队所有成员都是一次觉醒者 但是他们此次的目标 竟然是高两级的三次觉醒者 为了行动的安全起见 孙文召开了紧急会议 大家都向我看齐 在集合的路上 我已经安排人去调查 此次目标的行踪了 在消息确认之前 我觉得我们应该互相了解下 彼此的觉醒能力 方便在之后的行动中默契配合 随后他将目光放在了余生身上 他很清楚论公信力 自己绝对没有余生有分量 余生只不过是不太喜欢说话沉默寡言而已 但经过新生入学考核后 余生一句话 比自己说的天花乱坠都管用 余生想了想说道 我的觉醒物是铁棍 一次觉醒你们信吗 此时鸦雀无声 大家都紧盯着余生 那意思好像在说 你看我们像傻缺吗 余生无奈地叹了口气 好了好了二次觉醒 既能是隐匿和顺义 孙文胸脯拍得啪啪作响 我以我爷爷启示 今天所聊的一切信息 绝对不会泄露出去一点 请大家相信我 我们的团队需要互相信任 见此的所有人都卸下了防备 赵紫诚辅助防御系 觉醒物是沙袋 只要挨打就能变强 打我的也会得到增长 大块头憨憨地开口 我叫阿泰 觉醒物就是我自己 力气得到强化 肉身得到增幅 是一个肉盾 林小小就比较白给了 觉醒物是大白狗 能力大概就是会咬人和吓唬人 而让人最没想到的是墓语 他已经二次觉醒了 而觉醒物就是身后的墓碑 缺点是无法缩小和收纳只能背着 但是他的能力却非常出众 可以远距离控制和削弱敌人 这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如果墓语远距离控制和削弱敌人 再加上余生的隐秘和盛影 还有谁是他们两个无法刺杀的人 至于孙文的觉醒物 简直是让人无语到极致 虽然同样是二次觉醒 但能力只能够用来生前 没有一点攻击力 真是万万没想到 背着百经石碑的墓语 竟然是个远战法师 当所有人得知墓语的能力时 都是大为震惊 你背着那么大的一块墓碑 何与老大过了那么多招 现在你告诉我们你是法师 我靠这也太匪夷所思了 赵紫诚伸出手下意识地指了指他身后的墓碑 那你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自带顿牌的法师吗 墓语也是有点尴尬 这玩意除了能触发媒介外 还很拉风 你不觉得轮人的时候很实用吗 这苍白的解释 就连不善言辞的大块头阿太都无语了 好在林小小引开了这个尴尬的话题 班长你的能力是什么呀 孙文兴奋地拿出了自己的觉醒物 我已经成功进入三次觉醒了 应该是我们里面最高的 说着他还不忘看了眼余生 那意思好像在炫耀自己三次觉醒一般 林小小怎么也没想到 从来没动过手的孙文竟然这么强 那你的能力是什么 这把轮到孙文尴尬了 能力是财运 强化财运 超级强化财运 众人无语了 说了半天你这觉醒物一点用都没有啊 孙文被朝得面色羞红 但是我有钱我有钱 我的金元宝集团遍布了人足北方地区 情报收集能力绝对是顶尖的存在 而且我们的团队只要有我在 余生无奈的摆了摆手 打断了他自吹的兴奋镜 赶紧说正是吧还是 怎么还吹上牛了 既然孙文是灵战斗力的渣渣 你们先说说准备怎么战斗 孙文轻咳了两声 我之前做了两个合计划 目标是用刀的好手 所以让阿泰拿着沐宇的墓碑挡在最前面 赵紫诚在旁边支援阿泰 然后与老大女和大白在一旁伺机而动 趁其不被一击必杀 但是现在有一个弊端 我们知道了沐宇的能力 先让赵紫诚召唤出沙袋顶一阵子 沐宇在后方使用他的能力 再将激发技能的墓碑交给阿泰 随后阿泰和赵紫诚一样顶上去 不过这样似乎也有些不妥 目标是三次觉醒的危险人物 我有点担心紫诚一次觉醒能不能顶得住 就在这时赵紫诚神气的开口 不好意思哈 经过昨天一番挨揍 我现在已经二次觉醒了 小弟不得不佩服还得是女牛 挨打就变强 这个男人身上背了三条人命 如今潜逃到墨学院的地盘上 而抓捕这颗毒瘤的任务落在了 第140届新生头上 孙文通过自己的情报系统 锁定了逃犯所在的酒店 他在来的路上刚制定了一个全新的计划 只不过酒店里面人太多不好动手 他询问余生能不能先一步进去 将人引诱出来 然后其余人进行伏击 来个一击必杀 可余生不想在这里纸上谈兵 独自一人白白手走了进去 你们先讨论着我去查看一下情况 孙文担心他的危险 连忙叮嘱着 余老大你把人引出来就好 千万不要恋战啊 赵紫诚从后面拍了拍他 诗意别担心 余老大自己可是很有一套的 余生潜入酒店后 便通过孙文的消息 找到了歹徒所在的房间 而且刚才余生藏了个心眼 问了八台的美女 歹徒所住的房间旁边是空的 如果此人十分谨慎的话 那他一定会躲藏在604里面 时刻盯着603的情况 方便自己逃跑 余生拿出了一个小注射器 对着604的位置 低进了几滴液体 为了防止判断错误 又往603也低了点 然后拿出了静静 等待着药物挥发 随着房间内传出一阵琐碎的声音 余生在衣角甩出一根铁丝 白弯插进锁口 直到一声脆响 右手抬起弓弩推开房门 自己则是向后退了一步 又拿出一面多边形的小镜子 就像是不规则的球形滚了进去 一时间可以清晰地看见 一名中年正捂着胸口歪坐在沙发上 而门后包括上方的天花板都没人 此时的歹徒哪怕浑身虚弱 依然一脸凶悍 冰冷的目光直视余生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604的 余生回应了一句猜的 便果断地扣动了扳机 歹徒脚下一滑 向后躲闪到了沙发后 此时的他四肢瘫软 没有一丝力气 小子软骨伞我知道 这东西好处是无色无味 但缺点也很明显 两分钟内你杀不死我 我就杀了你 不如做个交易如何 我这有笔买卖 可余生却平淡地回应了一句不作 同时手中多了一颗定时炸弹 如果你能在一分半时间恢复体力 那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你的提议 这个男人是有名的精神病 身上背了三条人命 如今却被余生逼到角落里发疯 软骨伞的药效只有两分钟 而余生也留给他了一丝生还的机会 如果你能在定时炸弹爆炸前恢复体力 那就有一丝逃出升天的可能 可当歹徒看到上面的时间 显示一分半顿时骂了 将余生的十八代祖宗问候了个遍 在一旁说着风凉话 为了控制损失 我已经将炸药的威力减少了 最多就能把你炸个半死或者内脏破裂 我对炸药掌控的可不太好 经常弄错药量 这一顿威胁差点让匪徒破防了 他直呼不可能 你们暗格这些走狗绝对不可能干这种事 就在这时一只弓箭缩地砸到了他的身边 余生的话也随之而来 都要感谢你提醒我 杀了你还可以去暗格领赏金 歹徒的心里一万只草泥马跟腾而过 疯子绝对是疯子 要不要赌一把 估计就是吓唬我的 但是要是真的怎么办 不过他也是狠人 拽起弓箭 翻身越过沙发 对着余生就冲了过去 可刚过去他就傻眼了 万万没想到余生早就藏到了门口 只留下一把弓弩对准了他 毫不留守地扣动扳机 被几个城市通缉的歹徒就这样搞 与此同时酒店的另一个房间 江城邪教的偷偷正在与神女秋笑笑觅会 他们联合腰域的向柳大腰准备偷袭墨学院 而此时正是需要一些无用的炮灰上前送死 秋笑笑一脸魅惑地表示 让这小嘎嘎好好干 姐姐心情好的话 没准把你弄到自己身边哦 男人表现的一副享受 当两人背对背同时 换上了一副冷漠的表情 男人冷笑了一声 真当我是傻的吗 找炮灰都找到了我的头上 他思前想后地考虑如何破局 最后一道阴狠浮现在脸上 要是干掉神女的话 会不会很刺激 余生成功刺杀了歹徒 不过却惹得许元清勃然大怒 有英雄们回来了 都很得意是吗 这次任务学分共计300 余生拿280分 孙文拿20分 大家有什么意义吗 虽然众人都没说话 但是表情却明显地表示不服 同样是出任务为啥没有积分啊 许元清眼神一瞪 孙文你的情报工作不到位 根本没有考虑过歹徒在旁边的房间 如果他们几个信了你的情报冲进603 那么很大几率被歹徒背后偷袭 然后全军覆没 所以孙文扣除50学分有问题吗 经过许元清的分析 孙文也知道自己没有考虑完全 便认扣了这50学分 随后许元清又将枪口对准了余生 独自一人擅自行动 你都对有在这次行动中无条件的信任 你却将他们丢弃不信任他们 与团队明显脱节 获取罪成的生存方式是单打不动 但是作为老师 我不会要求你完全舍弃罪成那一套 可罪成外还是有一些学习价值的 比如你的同学朋友 所以这次行动扣你100学分 你有什么意见吗 余生没有反驳 许元清心里小窃喜 如果余生与自己争执的话 说明自己这番话 他并不认同持有反对意见 这样也就代表余生对于一些世心敌友执念 但如今至少余生真的在脑海里 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是的确有过改变这个想法的 那未来的路或许要简单许多 接着他又转头训起了吃瓜的三人 还有你们 赵紫诚站在公交站前的动作特别僵硬 低头看手机屏幕更是不要太明显 都不用有经验的惯犯 就是路人看你都知道有问题 你们三个真是拉风啊 我如果是歹徒恐怕你们在路上 我这就已经得到消息了 真当他不会玩网络的吗 你们四个美人扣十学分写两千字检讨 看着几人乖乖的走进了学校 许元清吐槽着 真是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 就在这时余生走到了他身后 老师你很激动吗 这次赚了一百九十学分 而且好像有一百还是我的 许元清被吓了一跳 不过他是老油条 连忙说这是替学校扣的 我是一名优秀的教师 请不要用这种龌龊的思想来衡量我 余生点了点头拿出手机 打开通讯录 翻出一个ID教末学院打工人的昵称 随后拨通了语音通话 许元清一论 你干什么 余生表示问下副校长制度是这样吗 许元清连忙叫他停下 大不了你那一百不扣了就是了 大家都赚点你说对吧 许元清这个老六 深夜乔装打扮钻进学生宿舍 趁赵紫诚呼呼大睡 一拳头削在了他腰子上 迷雇中的赵紫诚连忙召唤出觉醒悟抵挡 这让许元清着实的也吓了一跳 卧槽怎么这么大 蹦上床一脚踹在了赵紫诚后腰上 毛小子竟然还敢挡 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对着他一顿猛吹 就在这时林小小被两人的剧烈运动吵醒 晕呼呼的询问怎么了 当看到许元清暴揍赵紫诚的时候 林小小懵了 这是我不付费能看的内容吗 原来男人也可以这么记起 赵紫诚这才知道打人的是许元清 大骂他不要闭脸 堂堂一个老师竟然搞偷袭 许元清脸皮厚的表示来检查一下你的警觉性 结果发现差劲的一批 赵紫诚直骂他公报私仇 结果许元清一个眼神过去 他顿时立正少息 报告老师我知道错了 变脸比翻书还快 不过许元清可没打算就这样放过他 一个个的做个任务全是破绽 从明天开始给我进行强化训练 随后许元清将目光投向了林小小 吓得小姑娘顿时报警的激急 以为她要干嘛 以去通知余生之外的所有人 明早七点到操场集合 次日操场上赵紫诚 逼逼赖赖地吐槽着 什么特许 明明就是许大头公报私仇 欺远怕硬 然后他将目光描向了席地而坐的林小小 想起了昨晚上许元清发的消息 只要追着小小打 就会获得医学分 趁林小小不注意 他扛起手中的沙袋就招呼了过去 林妹子为了学分哥哥对不住你了 吓得林小小撒鸭子就跑 边跑边喊着大白去咬阿泰 阿泰被大白追得嗷嗷叫 沐宇快救我 而此时的沐宇也在想着 昨晚上许大头发来的消息 不利用觉醒屋的情况下 狠狠揍孙文一顿 成功了的话奖励三学分 沐宇将墓碑放在地上 对着孙文说了声对不起 还不等他出手 被阿泰一巴掌揍飞了出去 口中还喊着你快点跑 我保证下手轻点 几人你追我咬一个钉一个 他们任务就是环环相扣互相牵制 许元清在一旁哈哈大笑 居然还敢叫我许大头 看来还是操练的不够啊 你说是不是文轩 一旁的青年是第138届的老生 不过他是吊车尾的三次觉醒者 他感叹着这批苗子不错 尤其是那个叫余生的家伙 把他们交给我吧 在我离开学校之前 保证他们成为合格的学生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许元清叹了一口气 没想到曾经的第一名 居然沦落到倒数第一 被学院淘汰的地步 与此同时操场上的众人 四仰八叉地躺了一地 大块头感叹大白咬人真疼 林小小更是表示自己要花学分 请许元清帮自己报仇 赵紫诚直接傻眼了 小小妹子冤冤相报 何时了啊 可千万别啊